平凡大学生意外穿越,却变成陷害小师弟的恶毒男配,于是为了狗活,抱紧了人见人爱的小师弟,结果却被直接拎出去,一天,大学生祭祀刚下班,数着兼职刚发的工资,没想到这次兼职给了这么多,可以去吃顿好的了,突然被旁边人撞了一下,祭祀手上的一枚硬币掉到了马路中间,哎呀,我的钱钱,祭祀连忙跑去捡了起来,还好没弄丢,此时后面快速行驶来一辆汽车,祭祀还没回头,直接的祭祀撞飞了出去,祭祀醒来后发现自己 来到了一个细黑的空间里,祭祀看着细黑的空间想到,我记得,我好像被车撞了,怎么不在医院里,祭祀猛然坐了起来却直接撞在一个木板上,好疼,这是,方的,黑的,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祭祀使劲敲了敲喊道,有没有人呢,来人呢,祭祀用力一推,整个木板直接碎了,而祭祀一脸猛,我啥时候变这么大力了,此时外面围着一群人,喊道,大师兄乍失了,妈妈呀,祭祀还在蒙圈中,什么情况,我刚刚是在棺材里吗, 这是哪里,突然间脑海响起,听,宿主下午好我是代号048446,欢迎您的到来,系统,难道我穿越了,是的,您现在所在的是欧江文学的小说世界,欧江文学,那是啥,很快你就会知道了,祭祀连忙对着系统喊道,我又不看小说你快跟我解释一下呀,而周围的人在议论着,大师兄在念什么咒语,大师兄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就在这时候旁边的善宅大声喊道,众师弟目慌,大师兄应是被邪虫附体了, 带我将这妖孽降服,而祭祀连忙要解释,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妖孽,我是川,话还没说完突然脑海响起系统的警告,警告,宿主不可暴露穿越者身份,否则会引发本世界混乱,被总系统彻底抹杀,而这时善宅持着剑喊道,大胆妖孽竟敢附在大师兄身上,妖孽,速速受死,祭祀连忙对着系统喊道,系统,他玩尊都,快救命,系统道,淡定,莫慌,而这时祭祀急忙随手一挡喊道,等一下,我不是妖孽, 我能证明我是大活人,凭凡大学生意外穿越,变成陷害小尸弟的恶毒男配,于是为了拱活,祭祀抱紧了人见人爱的小尸弟,结果却被直接拎出去,等一下,我不是妖孽,我能证明我是大活人,话落,皇甫消失了,祭祀暗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有超能力了,这时系统道,你现在好歹也有金单中期的实力,护体金光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呢,祭祀害羞地说,尊都假都,人家有这么厉害,而这时候善宅持剑对着我道,说,你到底是何方妖? 为何皇甫对你没用?祭祀连忙小声地问系统我该怎么办,系统道,你快想办法说谎狗过去,原生跟小尸弟是在秘境中被发现的,当时原生死亡,小尸弟昏迷到现在都还没醒,要是小尸弟醒了说是你谋害的他,你会被乱剑砍死的,祭祀使劲地晃了晃头,什么?我谋害小尸弟?祭祀正想着,善宅拿着剑逼问道,快说,而祭祀急忙乱编说道,我死后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说我命不该绝就一巴掌把我打回来了,善宅一问道, 真的?祭祀赶紧发誓千真万确,我要是有半句谎话,愿受雷刑,暗地里赶紧问系统,彤彤,这里发誓不会兑现吧?丁,莫荒,雷针披下来的话,哥罩着你。善宅听完收起剑刀,倒也听说过魂魄离体或附声的记载,姑且信你。而祭祀松了一口气,太好了,看来忙过去了。祭祀小心翼翼地问善宅,你知道小尸弟现在在哪儿吗?我有点担心他想去看看他。善宅看着祭祀道,小尸弟仍在昏迷中,目前正在掌门风休养 我带你过去,善宅过去,善宅带着祭祀来到掌门风。祭祀心里暗道,风景真不错。对了童童我是个什么角色啊?丁,系统道,谋害小尸弟不成反被妖兽干掉的炮灰男配。就是那种恶毒自私人人喊打的路人角色。祭祀惊恐又道,那小尸弟呢?丁,当然是人见人爱,温柔高尚的男主。不过,门内的三位长老都对他心有不轨。就连掌门云石也十分重视他,所以他这次受伤才会被留在掌门风休养。而这时祭祀想着,怎么 都是男性角色啊?没有什么可爱的妹子吗?系统却给了祭祀一个雷击,欧江文学里妹子都是路人。祭祀惊道,不会吧?这时祭祀两人来到掌门居所门口,善宅道,小尸弟就在里面,我还有事先回去吧。留下祭祀一个人发愁,要取得小尸弟的信任,活命要紧,活命要紧。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推开门,喊道,我可怜的小尸弟啊,师兄无能,没能护住你啊。祭祀进来后看到小尸弟呆住了,这是小尸弟。我去,好漂亮的人,祭祀便要伸手去� 这时突然飞来一只脚,直接把祭祀踹飞了出去。祭祀怒道,谁啊?此时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男子。男子道,你是什么人,竟敢跑到小绝面前来哭丧?凝凡大学生意外穿越,却穿越到人人嫌弃的大师兄身上。于是为了苟搏,祭祀抱紧了宗门长老,结果直接把祭祀踹飞了出去。祭祀,这个人又是谁啊?叮,这是管理扶修弟子的韩生长老,他不是练续后期的大妈,还不快报大的。韩生长老怒道,你鬼鬼祟� 念到什么呢?赶紧滚出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话刚说完就见祭祀搂住自己,祭祀搂着长老大声哭着,韩生长老,鬼门关这一趟,我最想念的就是您啊。韩生长老措手不及道,你这无理之徒,快松手。祭祀无辜地看着长老,长老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宗门大弟子祭祀啊。韩长老一问,祭祀,有这么个弟子吗?祭祀脑海问戏头道,原生混得也太拉了,没在长老面前混得脸熟也就罢了,还被这么嫌弃。 弟,长老们的心思都在男主身上,记不住你一个炮灰很正常。此时长老说道,我想起来了,你是跟小崛起在秘境中历练的那个弟子,你不是死了吗?祭祀解释,弟子死后魂魄离体,没想到谎间得高人点拨,莫名其妙就活过来了。韩生长老怀疑地探着祭祀说道,虽然古籍中却有记载魂魄离体于真仙得以复生的事,但从没见过,莫不是要挟作罪。手上邻居一股灵气探向祭祀的头,祭祀暗问,红筒,能听见吗他在干什么? 丁,不知道,不过他身上没有杀意,应该没问题。韩生长老怀疑,魂体稳定气息轻正,看来你没有说话,不过,谁让你穿着兽衣来的?小绝还在静养,这要是过了丧气给他,你该当何罪?祭祀连忙装可怜,对不起长老我实在是太担心小师弟了。呜呜,都是我不好,我没能护住小师弟。韩生长老怒道,你在这哭什么丧,要是吵到小绝休息,我就把你丢下山去。祭祀连忙说知道了,祭祀暗问系统,不是吧,我才刚复活好歹也关心我一个人。 祭祀暗问一下了,丁,省省吧你个炮灰男,配拿什么跟团从小师弟比,韩生长老刚要再说什么,就听到你小师弟痛苦的喘息声音,长老急忙走进房间内,祭祀紧随气后跟了进来,韩生长老关系的问道,小绝,你怎么了?祭祀看着小师弟连忙问系统,坏了他要醒了,彤彤,万一他把我谋害他的事说出来,我不会被赶了,丁,放心,我已经清除了那天他在秘境中的记忆,祭祀接着问,那我想取得他的信任不是轻而易举?丁,但之前园主欺负他的记忆我 没法清除,还是要靠你自己,一词骂道,系统你个坑货,而此时小师弟的梦中,小师弟脑海里想着,你难道忘了我们一起双修的日子了吗?装什么?你不是也很享受吗?你不是也很喜欢那种滋味吗?乖乖听话,我们会好好疼你,此时小师弟挣扎着,不,放开我,大喊了一声不,小师弟猛坐了起来,韩生长老连忙过来扶着小师弟,小绝你终于醒了,刚才是做噩梦了吗?小师弟喘着问道,长文峰,我刚才不是立即而死了吗?我是重生了吗? 这时候长老伸手准备给小师弟灌输灵气,小师弟避开道,我没事,祭祀凑过来道,小师弟,你可醒了,快让师兄看看,而小师弟冷冷地看着祭祀,祭祀吓得问信,不是已经删除秘境中的记忆了吗?他怎么还带这么强的杀意看我?原生之前到底对他做了多过分的事?凝凡青年意外穿越,却呈陷陷害小师弟的恶毒难陪,于是为了狗活,祭祀抱紧了人见人爱的小师弟,就直接拎了出去,行,小师弟那眼神看着我,他不会杀了我吧?丁,不会, 会的,加油,赶把爹,于是祭祀握紧拳头道,为了活命,赢了,小绝在想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祭祀冲过来紧紧抱住小师弟哭道,小师弟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了,秦爵暗道,祭祀,他不是死在秘境里了吗?而祭祀突然被一只手提了起来,韩生长老直接把祭祀丢在墙上,韩生长老关心道,小绝,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秦爵道,多谢长老关心,弟子无碍。 这时秦爵起身暗道,上一世就是在这里,我被他们飞去修为受尽屈辱,这一世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韩生长老说道,小绝你起来做什么?秦爵回过神来对着长老一拜,我身为弟子,却素在掌门房中,实在有违规矩,还请长老转我离开。长老说道,掌门风灵气充足,你如今重伤在此修养最好不过,掌门素来疼爱你,不过是一间寝房不碍似的。而这时小绝看向一旁的祭祀道,大师兄也会照顾好我了,对不对?秦爵内心想 秦爵内心想着,虽然这个祭祀处处针对我但都是些小打小闹,跟他在一起总比跟韩生舒服些。祭祀傻笑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时候戏统喊道,叮,别装死了,快答应他。祭祀连忙道,请长老放心,我以性命担保,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师弟的。韩长老对秦爵说道,你若是待在这不舒服,可以飞我回风休养,想来会比这里自在些。秦爵鞠躬道,韩生长老多虑了,弟子只是想自己待一会儿,望长老放心。此时韩生长老看秦爵处处与他反着来,正要 发火,祭祀观察眼神不对,赶紧凑到长老面前笑道,小师弟才刚醒来,咱犯不上为这种事伤何气。长老,俗话说金若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熟悉的环境说不定更有利康复,您说是不是?又奉承得道,小师弟大病出狱,您别生气再把自己的身体气坏了。您就说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祭祀刚要再拍马屁,韩生长老白了他一眼道,行了闭嘴,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闹腾,要是没照顾好小绝,我为你试问。祭祀一拜道,放心,保证照顾得妥妥 长老转身边往外走边道,行吧,你们走吧,祭祀笑着对长老白白手,长老您慢走。而秦爵盯着祭祀想道,祭祀这么殷勤,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祭祀笑眯眯的搭着秦爵肩膀,小师弟,快和师兄回家,师兄来照顾你。师兄第二人走出掌门风后,祭祀笑着对秦爵说道,小师弟,你要是累了就跟师兄说,师兄背你走。而此刻秦爵在想,为何我现在完全想不起秘境里的事,但前世祭祀肯定死在秘境里了,他为什么还活着? 莫非他跟我一样,也重生了。此刻祭祀突然挖了一声,好多蘑菇,祭祀流着口水道,好新鲜的蘑菇啊,挖来炖鸡一定好吃。而秦爵看着祭祀背影暗道,不管如何,跟他一起总比跟韩生他们自在些。要是他敢对我动手,我就杀了他。云凡青年意外穿越,却凭陷害主角小师弟的恶毒男配,于是为了狗活,为小师弟做饭,给小师弟洗脚。师兄第二人回到林竹风秦爵的居所后,祭祀端着一碗鸡汤走向秦爵的房间,嘿嘿,� 鸡汤来了,小师弟,让你久等了,可以开饭了。这时秦爵正打坐,脑海又浮现那几个声音,来呀,过来呀你不是也很享受吗?你要去哪儿?过来,我们会好好疼你的。秦爵挣扎着,这我一只手伸过来。秦爵突然睁开眼,眼神充满杀意,拔剑道,滚开。而祭祀给吓得口出国粹,卧槽,秦爵持剑指着祭祀,祭祀紧张地喊道,系统我的头还在吗?滴。放心,还在。秦爵渐抵着祭祀脖子,说,你刚才接近我, 我有什么目的,祭祀无辜道我,我来叫你吃饭了。而此时缓过来的秦爵疑惑地看着祭祀,祭祀把剑小心翼翼推开道,小师弟你这零件擦得还挺干净,赶紧收了吧,弄脏了就不好了。秦爵看祭祀好像确实只是来送饭了,边收起来的,以后不用麻烦,我不吃这些东西。祭祀端过来一盘排骨道,你真的不吃吗?你看,这么漂亮的排骨。又在秦爵的眼前晃了晃,鲜香味美,咬上一口肉汁在嘴里流来流去,秦爵赶紧打断道,你 你别废话,我吃还不行吗?祭祀奉承道,行行行,师兄给你盛饭。秦爵看着吃着正香的祭祀暗想,我一直觉得祭祀这样殷勤是在计划什么,但是想着这几天祭祀无微不至地照顾。师弟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吧?小师弟喝点蜂蜜水有助睡眠,臭蚊子躲开。别想要我小师弟,他好像真的只是单纯地在照顾我。此时祭祀咀嚼着看向秦爵,小师弟你刚刚在看我吗?秦爵淡然道,没有,我吃饱了。祭祀笑咪咪道,那你先休息,等要� 我叫你。银了过后秦爵躺在床上休息,突然赶紧好热,于是起身开门一看,这么大的火。这是,他这是终于要动手了。秦爵扶起摔倒的小师弟,却被长老吾以为他在轻薄小师弟。秦爵看着祭祀拿着火把以为要杀他。这是秦爵看着秦爵走出来急忙道,小师弟,你听我解释,我是。话还没说完,只听秦爵念一口诀,一手诀,就见天空雷电轰隆的心,然后对发啦啦的一阵雨水把秦爵的通透。秦爵抓住秦爵的手臂看着秦爵 秦爵道,你辛苦魔化多日,结果就想出放火这种低级的法子来杀我吗?秦爵狼狈地解释道,小师弟你误会了,我不是故意放火的,我是想做点蜜剑给你。秦爵疑惑道,蜜剑?秦爵边伸手往衣服里面掏,边说道,我看你每次喝完药都皱着眉头,估计是要太苦,所以就自作主张弄了点蜜剑。没想到没掌握好火后,差点把房子点了。秦爵掏出一袋蜜剑道,你要尝一颗吗?虽然脉相不好,但味道应该还是不错的。秦 秦爵皱眉地看了秦爵手里的蜜剑一眼,便往屋里走道,以后不必做这些多余的事。而此时的秦爵突然腿一软,秦爵急忙过去抱住秦爵,小心,小师弟你没事吧?秦爵按道,糟了,身体还没恢复好就动用灵力,开始虚了。此刻秦爵准备把秦爵抱起来,小师弟,你别怕,师兄抱你回去。别看你师兄我虽然瘦弱,但还是挺有力气,秦爵下得赶紧推开秦爵,放手,我能自己走。可能太用力,又不小心一滑,秦爵见状连忙 呼向秦爵,手扶住秦爵的后脑残,避免了秦爵脑袋受伤。就在这时候,韩生长老走进来,刚准备喊小爵,就看到眼前这一幕,韩生长老怒道,秦爵你好大的胆子,便施法向秦爵打去,秦爵吓得闭上眼道,完了完了,这下死定了。这时候秦爵赶紧过来挡住了长老的攻击,秦爵慢慢睁开眼。小师弟,他是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的?而韩生长老惊讶道,小爵,你为什么帮他?他在倾过你。秦爵为秦爵解释道,长老,您误 秦爵了,刚才我身体不适,师兄想帮我回去休息,奈何试了力气才不小心摔在了一起?不看,师兄为了保护我,都受伤了。而祭辞看了看自己,打了眨眼睛,真的挖,我都没有发现。此时韩生长老强压怒火道,既然你身体不适,不如随我回风,我刚逃了几件功法秘笈,想与你一同演习。这是祭辞按照坏了,小师弟最喜欢秘笈之类的。他要是跟韩生走了,我这几天不就白费力气了?凌凡青年穿越到金丹七的大师兄身上,但他却忘 怎么用法术而不能避补,需要做饭填饱肚子。还想长老邀请秦爵回风,秦爵拒绝道,多谢长老邀请,但我与大师兄约好要一同复习,半个月后就是宗门大考吗?小爵,你基础扎实,应当不怕这宗门大考才对。我是不怕,但师兄近日为了照顾我荒废了不少课业,我身为师弟里应帮衬一二。说着撇向一旁的祭辞,你说对吧师兄,祭辞连忙配合说道,小师弟说的是。秦爵赶紧扶起半跪者的祭辞,师兄你没事吧?我没事 是,小问题不碍事,你没受伤就好。而此刻韩生长老暗想,小爵之前最依赖我们,这个祭辞究竟用什么手段,才几日便跟小爵如此亲密。秦爵微微一躬,长老,若是没别的事,我要跟师兄开始复习了。韩生长老见状也只好道,好,那你们好好准备,我改天再来看你。说着正要离开,无意间看到旁边的一个灶台,这里怎么堆了这么多垃圾,更要施法毁掉。祭辞连忙互助,暗想,这可是我吃饭的家伙,长老且慢。 这些都是我好不容易搜罗来的,你砸了,我怎么给小师弟做饭了?韩生长老疑惑道,小爵已经闭谷了,用不了这些东西。祭辞赶紧解释道,闭谷就不能吃饭了吗?长老,您总知道食不拔,小师弟现在是病人,就应该吃点好的。长老怒道,你让开,我说用不着就用不着,此刻旁边的秦爵帮腔道,长老,这些东西也不碍事,就放在这吧。韩生长老奇怪看了秦爵一眼道,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暂且留下,我先回去了。 祭辞赶紧笑咪咪地说,多谢长老,长老慢走。此时韩生心里想着,祭辞,等小爵好了,我绝不会放过你。 祭辞刚要对秦爵道谢,却被秦爵一手抓住,你是谁?我是大师兄啊,你怎么了?大师兄虽然蠢,但好歹也是金丹七的修士,怎么可能连最简单的固体金光都用不出?我再问一遍,你到底是谁? 祭辞连忙呼喊系统,怎么办?要怎么说他才会信我呢?盯!掉线印,傻叉系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掉线? 祭辞灵机一动开始胡说八道,那日我复活后发现我对术法的记忆全部都消失了,我怕你担心,所以一直没说。 秦爵盯着祭辞的眼睛道,真的? 祭辞赶紧说是,秦爵松开手想着,复活?失忆?难道这一世秘境内发生了什么?才让他也活了下来吗? 大师兄,祭辞下得赶紧立正道,哟,我问你术法阴阳陈云化风绝分几个要点? 祭辞一脸猛逼,你说的啥?阴阳什么风,秦爵看了单纯的祭辞一眼,没什么,你先忙吧,看他的反应不像是装得姑且信他。 祭辞赶紧说道,那我先去熬药,一会儿再来找你。 秦爵看着祭辞的背影,祭辞,希望你没有骗我。 青年穿越到金丹中期的大师兄身上,结果,却连只鸡都打不过。 来,大郎,吃药了。 秦爵疑惑问道,大郎是谁,为何你每次让我喝药都要叫他的名字? 祭辞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呃,大郎是我们老家传说里守护健康的神仙,喝药前说一句大郎吃药了,能好得更快。 说完把药递给秦爵,好了,别问了先喝药,听话,乖。 祭辞盯着秦爵问道,我记得你跟韩生长老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今天对他那么冷淡了? 我与他的事情我自由考量,你不要多问,说完便把碗递给祭辞。 祭辞接过道,好,我不问了,我去准备晚上的烤鸡。 祭辞出去后秦爵暗想道,上一世虽杀了那四个人渣,但我此前还是受尽屈辱,落了个历劫而亡的下场。 重活一世,眼下我有充足的时间提升实力完善报仇计划,看着外面正在抓鸡的祭辞。 不过,现在此人立场不明,若是那四人有意安排在我身边的就麻烦了。 而此时的祭辞大声喊道,小师弟快救命啊,这只鸡他啄我。 秦爵看着和鸡缠斗在一起的祭辞,看来是我多虑了,那四人精明能算,应该不会派这么个闯祸过来。 看在这几日的交情上,乌且想点办法日后保他一命。 想着便要把门关上,祭辞连忙挡着,小师弟别关门啊,救我啊。 秦爵不理会关上了门,而祭辞怒道,臭鸡鸡,我跟你拼了,别过来,救命。 夜晚,扇房大娘提着鸡道,来,你的鸡处理好了,拿走吧。 祭辞开心地夸道,哇,处理得这么干净,不愧是我宗善房一致花。 善房大娘喜滋滋道,你小子夸我也没用,你不是会杀鸡吗,干嘛每次都找我帮你。 祭辞尴尬地又夸道,因为您心善,人没手艺又好,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杀鸡杀得像您这么利落的,难怪道宗弟子都爱吃您做的饭。 善房大娘笑得合不拢嘴道,你小子,就会有嘴滑舌。 祭辞摆手道,今天辛苦您了,老样子等我跟小师弟吃完饭,就来给您帮忙。 这时大娘叫住祭辞,你这几天也帮了我不少忙,这盒点心送给你,拿回去吃吧。 祭辞看着这么多美味的点心开心道,尊都是给我的吗,把祭辞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谢谢大娘,我好感动啊,您就是我亲娘。 善房大娘笑着赶紧说道,我可不想要你这么闹腾的儿子,赶紧拿回去吃吧。 祭辞心想着,这里所有人的心思都在小师弟身上,还是第一次有人送礼物给我。 祭辞拿着点心便要往回走,此时一个青年突然从背后凑过来道, 哎,这些点心看着好像很不错的样子,把祭辞吓得魂都没了。 你是? 清玉长老? 老面温文尔雅的清玉长老,私底下竟然是给弟子下药的变态人渣。 清玉长老简单扫了祭辞一眼,你是哪个弟子啊? 看着有些熟悉,长老您忘了,我是大弟子祭辞啊。 清玉长老想了想,祭辞,我记得他之前总是低着头,倒是不曾多注意过他。 清玉长老邪魅一笑,不过没想到今日仔细一瞧,倒是个模样上成的美人。 祭辞端起点心问长老,要尝尝看吗? 清玉长老回过神说道,不必了,小爵近日如何了? 小师弟已经好很多了,您去看看吗? 不了,我心采回来的药还没炼化,我得先走了,你替我向小爵问个好吧。 那长老先回吧,小师弟还等着我给他做烧鸡呢? 说着便收起点心,这是清玉长老看到祭辞被剂抓破的手。 你的手势怎么回事?你说这个呀? 不小心撞破了点皮,长老不必担心,我已经涂过药了。 清玉笑着说道,不是,我只是看你伤成这样,担心小爵是不是也出了什么事。 祭辞暗骂,我尼玛,原来不是关心我的,害我白胆动了。 这时候系统上先挖骨道,丁,你何必自作多情呢? 祭辞保证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不会让小师弟伤到一根毫毛的。 清玉长老没藏住笑说道,那很好,很不错。 祭辞又扎心了,就一句承诺而已。 他至于这么高兴吗? 此时清玉长老掏出一瓶药,说祭辞伤得不轻让他拿回去用。 祭辞接了过来,问清玉长老吃烤鸡吗? 一会给他送一点过去。 旁边的扇房大娘笑着说,长老能早就避骨了,不用像凡俗人一样吃饭了。 清玉长老看祭辞有点失落,便说没关系,我可以吃,只是别让小绝饿到就行。 祭辞便去准备烤鸡了,带祭辞走后,清玉立马变了一副看到新猎物的面孔。 祭辞回到房间看小师弟还在调膝,估计一时半会还不会醒,便没去打扰小师弟。 祭辞看着长老给的药品,打开盖子一股药香飘了出来,不愧是长老送的东西。 味道都跟一般的金创药不一样。 此时正在调戏的秦爵猛然睁开眼,这味道是。 便起身顺意到祭辞旁边,这东西你从哪拿的? 祭辞被吓了一跳,说清玉长老给的,话还没说完便被秦爵抢去药品直接摔掉。 祭辞可惜道,你疯了呀,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浪费了。 而秦爵不理会直接抓着祭辞的肩膀,我警告你,以后不要拿他给的任何东西。 祭辞一脸猛圈的还说清玉长老挺和善的,清玉更激动了,你知道什么? 清玉他,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而祭辞还一脸单纯的问,他怎么了?你跟他有过节吗? 秦爵冷静下来后,松开祭辞,总之,你不要跟他来往,还有那些长老都不是什么好人。 秦爵想到前世,清玉喜欢给弟子下药,让弟子就范,而秦爵就险些被人。 如今祭辞立场不明,秦爵不能贸然把重生的事情告诉他。 而此时祭辞竟然被秦爵生气的样子给可爱到,忍不住伸手去捏秦爵的脸。 好了,知道了,乖,以后师兄不拿他的东西就是了。 秦爵正准备发火,祭辞赶紧呸溜溜地去做饭了。 祭辞走后秦爵摸着自己的脸,好奇刚刚居然没有躲开。 三千六百秒后,一只香喷喷的烤鸡出炉了。 祭辞看着秦爵还在休息,便把鸡放桌子上,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系统问祭辞不留下照顾小师弟要去哪儿。 祭辞说答应了清玉长老给他送烧鸡不能食言。 系统赶紧劝说,你忘了小师弟说的了吗? 祭辞却觉得他们喜欢的是小师弟,自己一个炮灰男配怕什么。 还觉得清玉看起来那么温温而雅,应该怪不到哪儿去。 系统劝不住,就随你吧。 系统端着烤鸡来到清玉长老居住,喊半天长老没人回应,便推进房间间里面没人,只见到一个炉子烧着火。 系统大喊一声,卧槽,要着火了,便急忙跑过去把火压了下来。 系统无意间看到里面还有一本书,于是就把它从火里夹了出来。 还好没烧坏,系统好奇,就打开书一看,卧槽,这是什么鬼东西,里面竟然是小黄书。 系统赶紧把书又扔进火炉里面,假装没看见,就准备开溜,转身却跟清玉长老撞得正着。 表面温温尔雅的清玉长老,私底下竟然是给弟子下药的变态人渣。 系统,你偷偷默默地在本长老的炼丹房做什么呢? 系统连忙解释自己是来送烧鸡的,毕竟答应了要给清玉长老您回礼的,总不能食言,于是放下烧鸡便想要走。 而这时清玉长老看炼丹炉好像有人动骨,于是便叫住继辞,继辞被吓得冷汗直流。 清玉长老问继辞,我这丹炉,你方才可碰了。 继辞连忙解释说,刚刚送烧鸡过来的时候,看到这火势太大了就把他压下来了。 清玉长老质疑地盯着继辞的眼睛,是这样的吗? 继辞故作镇定说,当然了,长老您也是心大,也不叫弟子看着点火,要不是我来了,整间屋子都要给烧没了。 清玉看他的模样挺真诚地觉得不像是在说谎,便向继辞道谢。 继辞赶紧摆手说小事一桩,便说有事先走了。 而继辞走出去的时候腿差点下软了,还好没被发现,不然就死定了。 而此时清玉脸阴了下来,走过去拿出那本小黄书,看来放在这也不安全。 继辞出来跑了很远后忍不住狂吐,靠。 没想到清玉长老居然是个死电台,现在想想就有心,差点把肠子都吐出来。 这时候戏统跳出来,叮,劝你别去,你非执意要去,怪谁呢? 继辞问戏统,那其他长老啊,叮,非要说的话,这个故事里除了主角没一个好东西。 继辞骂道,什么傻子狗血强志文,没想到一个小小宗门竟然有五个变态, 于是继辞便准备想办法把这可爱的小师弟解救出来。 两秒过后,秦爵守在门口看到继辞回来,逼问继辞烧鸡少了一半是不是去找清玉了。 继辞乱编道,没有,只是让别的弟子把烧鸡送过去了。 以后少跟他接触,继辞搀扶着秦爵说知道了,心想我现在比谁都怕。 继辞搀扶秦爵来到餐桌前,试探性问秦爵对长老和掌门有什么看法。 秦爵眼睛一沉,暗想师兄为何突然问这个,是不是清玉跟他说了什么? 外表文文儒雅的长老私下竟是个人渣。 继辞为了不让小师弟这颗翡翠香精大白菜被人渣给毁了。 于是继辞就试探了下小师弟,对长老和掌门他们有什么看法。 有一提醒小师弟,长老和掌门好像对你很有想法。 然而秦爵却表示不在意,师兄难不成是在关心我吗? 继辞却有些着急了,我肯定关心你了。 你这颗翡翠香精大白菜谁看了都想咬一口,我肯定得看紧了。 秦爵并不关心长老和掌门的看法,反而问起了什么叫翡翠香精大白菜。 把继辞给着急坏了,你先别管什么大白菜,你跟我说说,你对长老和掌门他们有什么看法。 然而秦爵很平淡地表示没什么看法,如果可以的话不会和他们扯上一点关系。 好好保护小师弟这颗可爱的白菜。 几日后的清晨,继辞正在大扫除,清玉长老带着一盒丹药来访,说是这几天特意为小师弟练的丹药。 清玉虽说是为了小师弟而来,但是视线却都在继辞俊俏的脸上。 继辞连忙说小师弟正在后山练剑,而清玉便说要进去。 继辞赶忙拦住清玉,小师弟在后山练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您把丹药给我,我代为转交,清玉避开继辞伸伸过来的手。 没事,来都来了总要见见人才行,我等一会也无碍事。 继辞心中暗想怎么才能把这个变态打发走呢? 正在想着,突然一只手被清玉抓了起来。 清玉质问你的手怎么还没好?我给你的药你没有用吗? 继辞心里咯噔一下,不能说药还没用就被秦爵给摔了。 想了想,继辞心虚地表示长老的药太珍贵了不舍得用,自己小伤而已。 等以后真正需要的时候再用,本想的应该可以蒙混过关。 但清玉显然不幸,抓住继辞的手握得更紧了。 真正需要,那么继小友,是要等到伤多重的时候才肯用呢? 继辞被吓得冷汗直流,他不是来找小师弟的吗?跟我叫什么劲呢? 就在继辞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在后山练剑的小师弟回来了,你们在干什么? 继辞赶紧甩开被清玉抓住的手,太好了,救星回来了。 继辞连忙跑到小师弟旁边,对秦爵眨了眨眼,便拿出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的手帕。 你看你,练完剑怎么都不擦擦汗,你的伤还未痊愈,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说着便轻柔地为秦爵擦汗,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此时的清玉看如此轻密的二人暗想。 听韩生说小爵醒后十分抗拒他人触碰,可为何对祭辞毫不抵触? 清玉见秦爵过来行礼,虽然心里有怒,但不会像韩生那样表露出来,仍表现出一脸的温柔的表示。 你我之间无需多礼,这是我为你炼制的丹药对你的伤势有好处。 秦爵只是礼貌地道了声谢谢,而秦爵的友谊疏远,精明的清玉都看在眼里。 小爵生性清冷不愿与人亲近,这个祭辞真是好手段,不过几日就能跟小爵如此亲密。 想着有些烦躁地看了一眼祭辞,祭辞观察到清玉的目光,又被吓了一身汗,难道输的是被他知道了? 小师弟生怕师兄没吃饱,于是给师兄乘一大大碗米饭,把师兄感动得不得了。 新日本借助送丹药来看望心心念念的秦爵,却没想到自己心已久的秦爵被祭辞给勾搭上了,心中涌出一股烦躁,但面对美貌的秦爵又恢复了往日的温和。 小爵你跟季小友的关系似乎很好。 秦爵面容依旧很淡然,这些日子多亏师兄尽心照顾,才能康复得这么快,我很感激他。 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文言在身后的祭辞感动得不要不要的,小师弟是在夸我吗? 看来这几天的付出没有白费啊,这是祭辞头上的一束呆忙摇摆着,丁,把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收一收,一句话而已,至于感动成这样吗? 此时的秦爵不想和秦爵多呆,便微微失礼,长老,您若是没有其他吩咐弟子就不多打扰了。 秦爵听出秦爵要逐客的意思,小爵,你这是要赶我走,旁边的祭辞见气氛有点尴尬,赶忙过来为师弟解围,长老小师弟不是那个意思,您公务繁忙,还是怕耽误您的正事。 但是秦爵一心要留下来,看看这师兄弟平时感情是否真的这么好,我今日倒是不忙,可以在这做做,顺便再尝尝季小友的手。 说着故意把上次祭辞亲自送过去给他的烧鸡说了出来,祭辞只好无奈地答应了,而此刻的秦爵用杀人的目光狠狠盯了下祭辞, 祭辞心虚地想着,秦爵长老真是多嘴,偏偏强调亲自送,等他走了小师弟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三天六百秒过后,祭辞端着热腾腾的菜上桌,好了,菜齐了,请用吧, 看着真不错,那我就不客气了,清玉刚要动快,见秦爵加了一块鱼身上最肥美的鱼肉到祭辞碗里, 师兄这块没刺,祭辞健壮立马也给秦爵加了一块排骨,啊,你最喜欢的排骨。 看着两人如此亲密清玉脸直接黑了,季小友,没想到你们平时这般亲密,小爵以前可从不给别人加菜了。 秦爵依旧淡然回道,师兄先前忙于公务,鲜少与我相处,我便以为师兄对我心存借地,如今看来是我狭隘了。 说着温柔地看着祭辞,如今师兄每日辛苦照顾我,我多关心师兄也是应该的。 祭辞又又被感动到,小师弟你太客气了。 看着秦爵一直在维护祭辞,清玉气得钻紧筷子强压心中的怒骨。 我听说前段日子,韩生邀请你一起研讨功法秘籍,被你拒绝了。 而刚刚温柔的秦爵又冷了下来,这段时间要养病,还要忙于宗门大考没什么时间, 此时的清玉目光阴冷了下来,是吗?可我怎么听说你是因为要帮祭小友温习功课才拒绝的? 秦爵依旧冷漠地淡然道,这确实也是原因之一,此时清玉气得硬生生把筷子捏断, 然后便起身,我忽然想起还有些事,先告辞了。 刚走到门口,祭辞回头故意说道,说是要留下来吃饭,怎么一口没吃就走了? 清玉气得头也没回离开了,为了不浪费粮食,便要把清玉未吃过的米饭往自己碗里倒。 此时秦爵黑着一张脸抢过米饭往桌子一丢,怒气冲冲地拽着祭辞的衣领,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烧鸡是找其他弟子送过去的吗? 祭辞赶紧保证,那天我送完烧鸡就走了,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那天没说也是怕你担心,秦爵感觉自己有些失态,便平静了下来, 没什么就好,你记住下次不要再单独跟清玉在一起, 于是就抢过祭辞的碗,你不是没吃饱吗? 我再给你添点饭,祭辞又又又被感动到了, 哇,小师弟你居然这么关心人家,人家好感动,系统都被恶心到了, 叮,真没出息,恶心死了。 祭辞正感动着,秦爵端着一大大大碗米饭, 咚了一声直接往桌上一砸,师兄你慢慢吃,不要浪费, 祭辞哭着一边扒拉米饭,一边喊小师弟也太记仇了。 敢想象,一个宗门除了主角都是变态, 清玉从秦爵内出来后,感到一种猎物要被抢走的危机感, 便来到了韩生的居所与韩生商讨计划, 自那日昏迷过后,小爵就嫌少来找我们了, 我方才去探望小爵, 他跟那个叫祭辞的倒是走得很近。 韩生不屑说道,不过是一个小屁孩罢了,不足为惧。 清玉倒是觉得如果小爵跟他相处久了, 生出一心坏了掌门的大忌。 清玉说着露出猥琐的表情, 祭辞资质虽不如小爵, 但也远超寻常弟子不如也把他内入计划, 有个保障。 韩生淡然地说你真看得起祭辞, 若是担心小爵被他影响的话杀了他不就行了? 清玉觉得这小事不至于伤害盗门弟子。 韩生觉得很可笑, 那你对小爵起念时, 怎么不顾及他是盗门弟子呢? 面对韩生的嘲笑, 清玉有些怒了, 但是顾及计划强压了下来, 祭辞暂且不能动, 若小爵真起了一心坏了掌门大事, 后果不是你我能承担的。 韩生看清玉有心维护祭辞, 我可以暂且放过祭辞, 至于你的提议, 还要等掌门回来后再做病毒。 此时气氛有点尴尬, 过了几秒之后韩生才淡淡说道, 对了, 孤红快回来了。 而另外一边, 祭辞正着急地往厨房跑, 都是小师弟, 这几天非要让我背书, 我都忘了还要砍柴做饭了。 结果因为好几天没运动了, 把自己胳膊给劈脱救了, 正好被刚练剑回来的情绝看到, 祭辞包扎完训斥着, 不是让你好好背书吗?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不需要再吃东西了。 祭辞心里苦呀, 你能屁股不用吃, 可是我会饿呀。 秦爵看着祭辞委屈巴巴的脸, 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了, 于是便起身拿着围裙要去给祭辞做饭, 我去给你做饭, 你留在这继续背书, 吃完饭我要抽查。 祭辞开心地摸了摸头上的呆毛跟系统炫耀了起来, 系统, 你看小师弟现在都亲自给我下厨了, 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彻底取得他的信任了, 丁,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接下来一定要跟紧小师弟, 不然你可能会死, 把祭辞吓坏了, 什么? 我又要死了, 系统, 这世界活着也太难了, 丁, 放心吧, 只要抱紧小师弟的大腿我保你平安, 一炷香后, 祭辞泪趴在桌子上, 累死了, 在地球的时候期末考试我都没这么干过, 小师弟把做好的面放在祭辞面前, 吃吧, 祭辞又感动了, 小师弟, 这是你亲手给我做的吗? 真好吃, 小师弟你手艺真不错, 秦爵拖着下巴看着傻憨憨的祭辞想着, 不过一碗面而已, 他未免也太激动了, 吃着正香的祭辞突然抬头, 对了, 我白天出门的时候, 听弟子说外出游厉的孤红长老要回来了, 听到这消息, 秦爵一惊, 什么? 孤红要回来了, 不过想起上一世, 孤红就是在宗门大考结束后回来的, 他回来后就联合韩生二人, 下骨逼迫让我受尽屈辱, 这一时我要想办法紧快离开着, 看着一脸憨憨的祭辞有些不忍, 心育长老似乎已经盯上他了, 我若是一人离开, 他很可能会有威胁, 此时正在干犯的祭辞注意到秦爵的目光, 小师弟, 你一直看着我是有话想对我说吗? 感谢, 这个男人竟然让自己的小师弟带他私奔, 秦爵问祭辞, 你先前有见过孤红长老吗? 他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 心想着我还不能确定祭辞的立场, 如果贸然带他离开可能会对我不利, 暂且提醒他一下, 而祭辞因为没有前身的记忆, 根本不知道孤红长老, 祭辞正愣着, 脑海的系统道, 丁, 孤红长老跟你没什么交集, 你放心说就行, 祭辞小心地说着, 偶尔也是碰到过几次的, 不过我跟孤红长老没什么交集, 也没有收过他的东西, 秦爵送了一口气, 那就好, 孤红性格诡异, 你尽量不要招惹他, 祭辞憨憨地摸摸自己的头, 我没事招惹他干什么, 而秦爵冷冷地盯着祭辞, 那上次清遇的事情你要怎么解释, 祭辞瞬间尴尬了, 你怎么还提这事, 我不是保证过不会再找他了吗, 秦爵又说道, 孤红精通巫骨之术, 他要给你什么东西千万别收, 如果被迫收下也一定要尽快销毁, 祭辞突然凑过来, 小师弟, 你为什么老是让我躲开长老和长门呢, 说着心里想着, 奇怪, 该担心他们的不应该是小师弟吗, 秦爵一脸嫌弃地推开祭辞, 因为你蠢, 会碍到长老们的眼, 祭辞鼓着腮帮, 动不动就骂人, 哪有你这样做师弟, 秦爵反击道, 那就由你这样当师兄的了, 功课还要师弟辅导, 祭辞被说得有点心虚, 不跟你说了, 我要继续背书了, 宗门大考前半夜, 祭辞睡着正香呢, 突然听到嘻嘻叔叔的声音, 便起床来到小师弟的房间, 看到秦爵正收拾行李, 小师弟, 你收拾东西做什么, 秦爵淡淡道, 明天大考结束后, 我要下山, 祭辞疑惑, 下山, 下山做什么, 秦爵进入了沉思后说道, 避避风头总归比待在宗门内要好, 此时祭辞完全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多危险, 憨憨地问秦爵是不是长老给了你秘密任务, 他们也真过分, 你才刚好就让你做任务, 心里还想着到宗平日里不允许弟子单独出宗, 除非是到古艺楼去领孩子接任务才能出宗, 秦爵想了一下, 不是, 我只是暂时不想待在这, 还有一提醒, 明日之后你一个人多注意多保重, 而此时祭辞抱住秦爵, 不行, 我不放心你一人走, 报警秦爵撒娇, 我也跟你一起去, 你就带着人家一起吗, 求求你了, 秦爵被这个无赖给征服了, 好, 你先下来, 我带你, 话音未落, 祭辞立马冲进房间, 看好, 我这就去收拾东西, 暗课中后祭辞收拾完问秦爵, 对了小师弟山下有静置, 没有古一楼的牌子, 我们怎么出去, 秦爵回答道, 我这有一样宝物, 能悄无声息地突破道宗静置, 不会惊动任何人, 祭辞惊喜地说道, 这么厉害, 你这宝物哪里来的, 这是秦爵冷冷的眼神看着祭辞, 就是害我昏迷的那个秘境里找到了, 祭辞吓得寒猫都立起来了, 他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难道他想起什么来了, 感性, 一个大男人抱着另外一个男人撒娇又卖萌, 想尽办法一定要跟小师弟一起私奔, 小师弟被缠得没办法只能无奈答应, 于是就约好了宗门大考结束后一起偷偷下山, 不过道宗是有静置的, 每位弟子要先到古一楼去领牌子, 接任务才能出得了道宗, 现在他们偷跑的话要怎么出去, 秦爵称自己有一个能悄无声息地突破道宗静置, 不会惊动任何人的宝物, 于是好奇心作祟的祭辞便问宝物是从哪里来, 秦爵说是从逆境里找到的, 把祭辞吓得后背止不住地阵阵发凉, 赶紧狂揪头上的呆毛, 系统, 你到底有没有把他的记忆清理干净啊, 系统肯定地回答, 处理干净, 祭辞才松了一口气, 又想着, 秘境的事都是原生造的孽, 自己为什么要愧疚, 情觉又用奇怪的眼神看着祭辞, 多亏了大师兄带我入秘境, 我才能得到这么厉害的宝贝, 语气一如平常的平淡, 看得祭辞浑身直打冷战, 小师弟好可怕, 咽咽咽, 宗门大考当天, 祭辞表现很轻松哼着歌走出山门, 还嘚瑟说小小宗门大考也就那样, 于是就被头上的呆毛系统给鄙视了, 丁, 没啥呢, 忘记刚刚考试的时候了, 祭辞脸不红心不跳的, 哎呀, 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提这个做什么, 过了半个时辰后, 奇怪, 不是约好了在这回合吗, 小师弟人呢, 猜想着小师弟不会一个人偷偷溜了吧, 就在此时, 突然出现一块石头砸向宗门的屏障, 祭辞被吓得准备开溜, 就见屏障被石头砸裂开一个缝隙, 秦爵突然出现在祭辞的旁边, 对着这块石头念咒语, 祭辞一见到小师弟这么厉害, 刚要开口, 只见秦爵淡淡地念了一声, 玉霞见起, 随后便抱起祭辞的小蛮腰一起踏上飞溜, 师兄弟二人直接飞上高空, 祭辞在地球的时候坐过飞机, 这么神奇的飞剑祭辞穿越以来还是第一次见, 祭辞兴奋地喊着, 太帅了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御剑飞行吗, 这种充满逼格的事对于现代人祭辞来说还是很新奇的, 小师弟, 你的灵剑是从哪里来的, 秦爵专心御剑随口答道, 灵剑池中拔出来的, 祭辞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又问, 灵剑池那是什么, 此时的秦爵疑惑地看着祭辞, 你不是有一把二品灵剑, 为什么连这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祭辞瞬间冷汗就冒出来了, 于是就瞎编, 我那把剑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不能用了, 秦爵在专心遇剑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只是淡淡地说, 以后到外面不要总是问东问西, 会被人耻笑的, 祭辞理直气壮地说道, 嘴长在我身上, 我想说就说, 想问就问, 子曰, 敏儿好学, 不耻下问你懂不懂啊, 秦爵看着前方, 总之, 你要是有不知道的就来问我, 祭辞见兮兮地打拒着问秦爵, 小师弟, 你该不会因为我跟别人说话吃醋吧, 秦爵听了脸一冷, 直接加速飞行, 祭辞突然一个手没抓稳, 导致祭辞的脚底一空从高空静止落下, 秦爵及时将祭辞接住, 随即把祭辞公主抱在了怀里, 秦爵警告祭辞, 师兄, 在外面也不要乱说话, 吓得祭辞赶紧搂紧秦爵, 小师弟说的是, 言多必失, 言多必失, 心中狂海, 小气滚, 这个小气的臭小子, 那般的师兄俩跑去城里竟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为了抓妖, 师兄弟二人千方百计突破道宗的禁止后, 来到繁华的云山城, 祭辞穿越过来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么热闹的地方, 因为秦爵长得太过于俊美, 所以一路上引不少肤白貌美的美女交头接二, 其中有一个大长腿美女将一条斯帕往秦爵身上丢, 结果却不小心丢到祭辞身上, 然而祭辞却不要脸的认为这些貌美的姑娘是在看他, 祭辞不像小师弟那样高冷, 他停下脚步返回去将四帕还到美女手里, 只见少女娇羞地跑开, 他擦擦嘴角流下来的口水, 露出一副花吃样, 随后他凑到秦爵的身边见兮兮的自夸, 小师弟你看, 师兄居然也这么招女孩子喜欢, 秦爵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便往前走去, 祭辞还在暗自得意, 这时候祭辞头上的呆毛突然鄙视道, 呸,不要脸, 你再不去追小师弟他可就走远了, 于是祭辞连忙加速跟上秦爵, 忍不住好奇地问小师弟,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秦爵漫不经意回答, 去城内礼服, 祭辞有些不解, 一边内心嘀咕小师弟一直都是在山上怎么知道城内有个礼服呢, 一边感叹师弟就是比师兄做的准备多些, 祭辞转念又觉得心塞塞, 他总有种被明里暗里挤兑的感觉, 不过他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祭辞继续问, 我们去李家做什么, 秦爵的眼神瞬间变得坚定, 只听嘴里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捉腰, 三千六百秒过去, 师兄弟两人来到李府门口, 秦爵对着憨憨的大师兄很不放心, 出发前特别交代他一会要跟紧自己按照吩咐去做, 祭辞拍胸脯点头答应, 明白, 休得一下, 两人就直接跃上李府的院墙, 这里是女眷的居所, 异常幽静, 可闲不住嘴的憨憨祭辞, 立马开起了玩笑, 小师弟, 你不会是有相好在这里吧, 然而秦爵冷眼一扫, 是一起shut up, 祭辞才乖乖捂住自己的嘴, 跟着小师弟悄无声息地落地, 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一间破院子, 紧接着看到房门口到处贴满黄服, 粗大的铁链将房门锁住了, 祭辞吓得哆嗦着, 小师弟你说的妖怪就在这里面吗, 秦爵二话不说直接暴力劈开房门的锁链, 看得祭辞一愣一愣地, 劈开后秦爵直接冲进房内, 祭辞只好紧跟其后, 两人来到屋内, 里面的情景更是诡异地吓人, 黑漆漆阴森森地极其恐怖, 祭辞吓得差点说不出话, 小师弟, 这里好吓人啊, 你说的妖怪会不会突然冲出来, 祭辞这乌鸦嘴, 话音刚落, 在房顶横梁上突然冒出一位面色清白的妖怪, 而秦爵立马感知到了妖怪所在, 秦爵将祭辞在身后, 立马掏出一张黄符念咒, 突然妖怪纵身疑运, 跑两人的方向扑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秦爵丢出黄符道一声, 术, 黄符瞬间变换成一条很长的金色绳索, 将其捆绑住, 只见妖怪面色清白没有一丝的血色, 就像是一具僵尸, 祭辞吓得大喊一声, 鬼啊, 把树小白跟着师弟去抓妖, 结果却被妖怪拐跑了, 师兄第二人潜入礼府, 秦爵用符咒将斧中发现的僵尸捆绑住, 静眼一看僵尸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仔, 长得还挺帅, 还有一股鬼魅的气质, 来自地球的祭辞还是第一次见到过僵尸, 于是吓得躲在秦爵身后, 秦爵看着僵尸便和祭辞解释道, 他是活人恋化的, 李家以他正宅, 可以保佑平安富贵, 祭辞听后更害怕了抓紧秦爵的手, 同时也觉得这僵尸还挺可怜, 这些人也太残忍了, 然后奇怪地问小师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秦爵说是顾一楼的师兄告诉他的, 随后秦爵将让祭辞过去帮忙固定住他的头, 祭辞才怕怕地走了过去按住僵尸, 秦爵念了一句咒语, 手指在僵尸的额头一点, 急到金光从额头射出, 僵尸瞬间猙獰地发出凄惨的嘶吼声, 恶狠狠地看着秦爵, 祭辞见状有些不忍, 毕竟穿越自地球的他没见过这种场面, 于是便凑到僵尸的耳旁抚慰, 师兄你放心, 你不要怕我们是来帮你的, 你很快就不用被困在这里, 没想僵尸听了祭辞的话竟然就安静下来了, 一旁的秦爵有点诧异地看着祭辞, 不应该啊, 他已经失了神智, 居然因为大师兄的一句话安静下来了, 此时的祭辞看安静下来的僵尸, 于是问小师弟有办法可以复原他吗, 然而秦爵若有所思, 最后坚定地说他的怨气太深已经彻底妖化了, 可能随时回事控伤及无辜, 所以只能将他超度了, 秦爵虽然便拔出手中之剑, 让祭辞先出去, 他准备亲自动手解决了僵尸, 祭辞清楚自己没法术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心中为这位可怜后生在哀悼, 然后便让秦爵自己注意安全就出了门, 秦爵回头看祭辞出去之后瞬间眼神一变, 他记得上一世这僵尸失控险些涂了一座城, 不过最后还好被孤红给彻底抹杀, 而这一世秦爵想将他站位极有为他所用, 随即祭辞从怀中拿出一张黄符, 变了一句咒语后狠狠地刺入僵尸的脖子, 僵尸立马发出痴痛的嘶吼声, 而在外等候的祭辞听到这么大的动静, 不会法术的他只能焦急地问小师弟你没事吧, 随后便传来秦爵的声音, 没事, 你先不用进来, 祭辞有些怀疑地想着, 只不过是超度而已, 怎么会这么大的动静呢, 祭辞正想着呢, 突然身后的房门被撞破, 祭辞被吓了一跳, 便要问秦爵怎么回事, 当祭辞转身时, 迎面撞见了一脸猙獰的僵尸盯着自己, 祭辞刚要喊小师弟, 便被僵尸用尖利的爪子刺破他的皮肉, 随后就抓住祭辞的肩膀一跃而起, 等受伤的秦爵亮亮呛呛追了出来, 僵尸已经带着祭辞无了踪影, 秦爵跪在地上扶着门框暗自想着, 还是低估了他的实力, 不过他为何要把祭辞带走? 难道说, 赵年为了师兄一夜屠杀了整个隆家, 师兄却和师兄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祭辞被抓到附近的九栏山的一个山洞中, 随着一声众物落地声, 祭辞直接被粗鲁地扔到地上, 没有术法的祭辞看着将他抓来的僵尸,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只见僵尸蹲到他的身旁, 上下打量着眼前的人, 祭辞被盯得冷汗直流, 突然僵尸将脸凑近祭辞秀了秀, 祭辞下得赶紧向头顶的呆毛系统求救, 可垃圾系统居然在关键的时刻掉线了, 祭辞想拔了他的心都有, 于是为了狗活, 他只能硬着头皮跟僵尸一顿求情, 师兄, 刚刚多有冒犯,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千万别生气, 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 话音刚落肚子突然传出了咕咕声, 祭辞刚要解释我不是要放屁, 不是, 话还没说完, 僵尸一下没了身影, 祭辞有点愣住了,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太好了赶紧趁机逃出去找小师弟, 然而他正要站起来, 之前被抓伤的伤口突然呲一声, 伤口裂开渗出鲜红的血液, 一股钻心的疼痛直接让祭辞站不起来, 祭辞只能无奈地将衣服撕下来包扎了下伤口, 祭辞靠在一个石头上闭目养神, 暗暗想着, 幸好只是被抓伤, 要是被咬伤变成僵尸, 就没法保护小师弟, 祭辞正想着, 头上的呆毛系统又上线了, 还嘲讽祭辞, 呵呵, 你现在这样还想着保护别人, 先顾好自己吧, 祭辞立马坐起来揪着呆毛, 好啊, 刚刚那么危险你居然掉线, 信不信我把你拔掉, 呆毛系统一边喊疼一边解释, 系统维护也是没有办法呀, 就在此时, 僵尸抱着一堆食物反了回来, 随后就将食物往祭辞面前一扔, 祭辞看着在地上的鱼和野果, 这些不是为了要吃我特意准备的配菜的, 祭辞心想着这下死定了, 可惜身负重伤又没有零剑在手, 不然就算打不过应该也能逃出去的吧, 就在祭辞想着僵尸突然靠近, 手向祭辞伸来, 祭辞吓得连忙闭眼祷告, 过了几秒发现好像不疼, 于是慢慢睁开一只眼看了看, 只见僵尸的手上拿着一个果子在祭辞面前, 祭辞试探心地询问, 这是, 这是给我吃的吗? 没想到师兄不会说话却听得懂, 于是点头, 污了一声将水果递给祭辞, 祭辞接过野果后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 谢谢师兄, 你人还怪好呗, 而僵尸见祭辞接过野果后, 抓起地上的鱼砍了起来, 看起来呆萌呆萌的, 祭辞拿着野果看着呆萌的僵尸心里想着, 这呆萌的外表会不会是他伪装的, 还是得想办法逃走去找小师弟, 而另一边, 找不到师兄的秦爵正在李府大开杀戒, 秦爵拽着李老爷逼问, 说, 你们大公子生前都喜欢去哪? 李老爷吓得哆哆嗦嗦, 往东市里有一处九轮山, 小儿生前最喜欢去那游玩, 秦爵放开李老爷, 李老爷立马双膝跪地求饶, 而秦爵只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们犯下如此逆天恶行还妄想活命, 继续一个手有高路, 李老爷直接伸手分离, 秦爵头也没回冷冷地盯着前方, 九轮山, 感性, 另外一边的道宗也因为两人的私奔闹的天翻地覆, 韩生和清玉已经令人将宗门上下都翻了得比朝天, 却依然没有见到秦爵和祭祀的丝毫踪影, 暗自怀疑两人是不是偷偷跑下山了, 可韩生有些疑惑, 道宗的禁止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他们是怎么跑路的? 这是清玉联想到秘境中有一个干扰结界的法器玉玲珑, 两人应该是拿到了玉玲珑才偷跑下山了, 而韩生却认为秦爵向来乖情, 一定是受了祭祀的蛊惑才离开的, 应该早点干掉祭祀, 清玉刚要说点什么, 突然一只住满灵气的纸鹤朝两人飞来, 清玉第一个反应过来, 那是掌门的传令咒, 此时纸鹤下面浮现出掌门的虚影, 韩生和清玉联盟行礼, 掌门问二人何是如此惊慌, 韩生二人便将秦爵和祭祀下山之事和掌门汇报, 本以为掌门会大发雷霆, 怎想掌门却漫不经意地说, 他早就预料到此事, 小绝愿一下山就随他去吧, 此时韩生却有些急了, 当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被掌门打断,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让他们只管处理好门内知识等他回来即可, 韩生和清玉只能无奈应了, 而另外一边的祭祀和僵尸过起恋人般的生活, 祭祀被抓过来后发现这僵尸好像不会伤害他, 于是祭祀和僵尸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二人还玩起了你话我猜的游戏, 祭祀拖着下巴看着呆萌的僵尸写写画画, 便问呆萌的僵尸所以这座山石叫九栏吗, 呆萌的僵尸怎么点头, 祭祀看着他暗想着, 没想到这僵尸尚且还有人的意识, 可是他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呢, 正想着随即见僵尸递过来一个野果, 祭祀刚好饿, 于是就结果野果啃了起来, 祭祀啃着正香的时候, 僵尸转身便开始忙活了起来, 祭祀将野果啃完走过来便看僵尸在铺干草, 难不成僵尸是将他当成了宠物一样养着, 祭祀正想着, 忽然, 僵尸感应到了什么, 火速将愣神的祭祀推开, 一把剑从后面刺来, 避开的祭祀马上认出这把剑是小师弟, 下一秒, 秦爵出现在眼前, 祭祀看到秦爵的到来, 便开心地喊着, 小师弟你来救我了, 而此时的秦爵皱着眉, 心中有一股怒火在燃烧, 于是阴阳怪调的调侃, 没想到大师兄在这里过得蛮滋润的吗, 感性, 没有法术的男人却把僵尸揍得满头包, 在祭祀被僵尸抓后, 秦爵发了疯了去寻找, 终于在山洞中找到了人, 而一边的僵尸看到闯入的秦爵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生怕自己的宠物被夺走, 于是便发疯一样直接冲向秦爵, 眼疾手快的秦爵赶忙躲过这一击, 刚好闪到祭祀旁边, 秦爵瞥了祭祀一眼, 心想, 看他样子除了被抓那一下并没有别的外伤, 难道他真的是? 秦爵联想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稍微一走神便被一旁的僵尸抓到了机会, 下一秒他的胸膛被袭来的利爪抓了一下, 瞬间鲜血尽头衣衫, 秦爵随即便召回玉霞剑, 借助玉霞剑才抵挡住了僵尸沉重的一击, 秦爵按惊, 之前的封印没能彻底压制住他, 反而让他变得更强了, 秦爵只能吃力地抵抗着, 没过几招便被击退了几米, 此时的祭祀也满是担忧, 小师弟你没事吧, 僵尸看祭祀关心秦爵更生气了, 直接抓住秦爵刺过来的剑, 连人带剑一起扔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石壁上, 秦爵直接咳出一大口鲜血, 秦爵的眼神也犀利了起来, 事到如今只能杀了他了, 此时僵尸正要上去补伤害, 便被祭祀给抓住, 师兄,冷静下, 话还没说完, 僵尸便回头对着祭祀犀利一吼, 祭祀也恼火了, 吐头那么大声干嘛, 吓我一跳, 气得祭祀不管不顾地对着僵尸一顿胖揍, 而刚气势汹汹的僵尸秒便乖宝宝, 头顶着硕大的包满是委屈, 为什么他总是帮着别人, 一旁的秦爵看着这么和谐的一幕, 僵尸居然完全没有要攻击祭祀的意思, 看来所想的是对的, 秦爵在前世看到过一本古集, 里面记载着有一种人天生意想, 今生死后可受方物亲和, 若真是如此, 可拉祭祀为自己所用, 于是他试探性地往祭祀旁边丢一个法术, 果然, 刚刚还委屈巴巴的僵尸立马变了脸, 一个闪身便挡在祭祀前面, 然后事后地扑向秦爵, 秦爵暗响, 果然如此, 便又闪到祭祀的身后, 憨憨的祭祀还不明白小师弟是要做什么, 同一时间僵尸也扑了过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那只利爪在离祭祀零点八寸的地方停了下来, 而见僵尸愣住的秦爵, 以极快的速度闪现到僵尸的身后, 他见刺穿僵尸的胸膛, 僵尸发出痛苦的哀嚎, 此时秦爵眉头一紧, 什么, 这一剑他居然没躲开, 这下糟了, 而下一秒僵尸不管不顾拔掉零件, 转身愤怒地将利爪狠狠地刺入秦爵的胸膛, 地旁的祭祀着急了, 再这么打下去恐怕两败俱伤, 于是赶忙喊, 住手, 那个男人又又又凶僵尸宝宝, 僵尸宝宝不嗨森, 就在刚刚, 一人一僵尸为了祭祀大打出手, 祭祀健壮再这么打下去会闹出人命不可, 情急之下, 他一脸担忧地大吼一声, 住手, 紧接着冲上去挡在两人中间, 用自己的身体阻止住僵尸的再次攻击, 一旁身受重伤的秦爵捂着胸膛, 伤口像是被撕裂般的痛, 嘴角再次吐出鲜红的血, 祭祀健壮立马担忧地扶住情绝, 情绝忍着疼痛说自己没事, 祭祀嫌不下来的嘴又开始叨叨情绝了, 小小年纪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呢,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一过来就拿把剑捅人, 一盘的僵尸见祭祀扶着情绝, 便握紧小拳拳亮出獠牙便要上来理论, 而此时祭祀转头冲得僵尸怒斥, 还有你, 都说了别乱叫了, 你还滋着牙想干嘛, 给我鼻子, 祭祀指着旁边的石头, 去那边面壁去,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僵尸又成了委屈巴巴的小可怜, 教育好一人一僵尸后, 祭祀看着受重伤的小尸弟, 要赶紧处理伤口, 于是将小尸弟的衣服脱了, 祭祀一边包扎伤口一边疑惑, 奇怪, 先前帮他脱衣服的时候他都抵抗得不行, 这次怎么这么乖了, 过了3600秒后, 包扎好了的秦爵靠在石头上问祭祀, 你是不是对僵尸做了什么, 他好像很听你的话, 祭祀也才反应过来, 小尸弟这么一说, 僵尸确实还挺听话的,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 祭祀表示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呀, 秦爵心里想着之前的封印对他没有作用, 应该就是因为祭祀的体质, 秦爵正想着, 祭祀突然问秦爵他是怎么被炼化成邪误的, 于是秦爵将知道的都说了一遍, 原来, 僵尸叫李明远, 三年前李家因精英不善即将走向陌落, 为了家族生意, 李家家从一道人手中获得妖煞镇宅的邪法, 李家家主的长子李明远因八字与密法相合, 便被选中炼化成了邪误, 自此之后, 李家的生意才七死回生蒸蒸日上, 祭祀听完后, 顿时大怒, 这李家家主简直是畜生, 虎毒还不食子呢, 为了钱财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下此鼓手, 祭祀说着有点不忍李明远彻底变成僵尸, 于是问小师弟, 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李治有没有办法能将他恢复, 然而秦爵却无奈地摇了摇头, 秦爵表示李明远妖化太深了, 凭他自己的功力暂时是没办法让他恢复, 祭祀有点不忍, 那只能把他超度了吗? 秦爵又说他尚存神志, 把他超度了有些太不人道, 他这么听祭祀的话, 便让祭祀把他留在身边, 也可以保护手无复机之力的祭祀, 祭祀听了眼前一亮, 但很快又觉得不妥, 总不能让他整天带着一具这么大的僵尸到处跑吧, 秦爵起身拿出遗物, 这是戒子环, 内有空间百丈, 可以将明远藏在其中不会有人发现, 祭祀看着这枚戒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穿越过来的祭祀还没有见过这传说中的空间法器, 另外一边刚被训了一顿的明远正蹲在角落伤心难过, 祭祀看着可怜的僵尸问明远, 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吗? 而听到熟悉的声音的明远立即转过头来, 就看到祭祀递来的戒子环, 他连忙点头乌地叫着, 于是便将手搭到戒子环上, 瞬间他就直接进入戒子环里, 现代人的祭祀第一次见把这么大的东西装进这么小的戒指里, 暗自感叹, 这也太神奇了吧, 事宜解决, 于是两人便下山而去, 不要动, 让师兄来好好保护你, 就在刚刚, 祭祀将僵尸李明远收服, 于是两人一时便下山去, 下山后祭祀就震惊地听到李府被灭门的消息, 于是急匆匆地将此消息告诉了秦爵, 秦爵坐着淡定地看着祭祀, 祭祀紧接着说, 听说全府的人头都被白衣仙人串成糖葫芦挂在门口, 手段极其的残忍, 想想就好可怕, 殊不知他所说凶残之人就是眼前的小师弟, 而秦爵依然淡定地喝着茶, 师兄是在可怜这些歪门邪道, 祭祀觉得他们虽然罪有应得, 但是这样的手段太过于残忍, 毕竟上上下下数十条人命, 祭祀正说着, 一旁的秦爵将杯斩往桌子用力一拍, 残忍, 李家以活人练妖本就是逆天之举, 虽然收服了李明远, 但几日后他们也会遭到阵法侵蚀变成嗜血的妖物, 说着秦爵情绪越来越激动, 到时整座城都会染血, 所有人都会被李家所害, 祭祀见秦爵这么激动意识到了什么, 便问秦爵难不成这是小师弟干的, 秦爵冷静下来后, 很当然就承认了, 而祭祀却着急了, 不说去李家就抓妖的, 怎么能杀人这可是要吃官司的, 秦爵表示自己没错, 李家一众妖人不处, 那么城内的百姓就得遭殃, 就在祭祀准备再教育教育秦爵时, 房门突然被人敲响, 外面之人称是官府来例行查案的, 祭祀瞬间慌了扶着脑袋在想该怎么办, 见秦爵起身准备前去开门, 祭祀立马拉住秦爵, 让秦爵好好在里面等着, 他出去应付, 于是把秦爵按坐在床榻上, 你不要动, 让师兄来好好保护你, 外面的官差大哥都等得不耐烦了, 祭祀开门后立马戏僻笑脸了, 官爷息怒, 刚才在换衣服就耽误了些时间, 官差大哥严肃地问祭祀, 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的, 来这里做什么, 祭祀眨了眨眼睛, 随口一边, 我叫王大炮, 我是三清道宗的外门弟子, 这次是陪我内门的师兄出来杀妖的,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谎称是昨夜在九栏山抓狐妖的时候弄, 官差大哥细看后确信是猛受所伤, 且九栏山地势复杂, 他们捉妖后赶回来杀人也不太可能, 于是便离开了, 祭祀笑眯眯送走官差后便准备关门, 突然一股强大的灵力直冲而来, 将门缝卡住, 只见一位身披黑色斗篷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 我们道宗人人敬仰的大师兄, 什么时候成了外门弟子了, 师兄弟二人私奔不到两天进就被逮到了, 就在刚刚, 师兄弟二人刚开好了房, 就碰到扫黄的官差大人来查房了, 当祭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官差大人打拉走, 就在祭祀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宗门阴毒的孤红长老又找上了门, 孤红目光冰冷犹如毒蛇盯着祭祀, 祭祀喉咙动了洞便微低下脑袋, 弟子拜见孤红长老, 孤红眼眸微眯地看着祭祀, 原来你还知道自己的身份, 看你刚才的表现, 还以为你被逐出师门了, 进房间, 小师弟在里面休息, 秦爵见到孤红连忙行了个礼, 心里却很诧异, 记得前世孤红是在李明远事控图成时出现的, 现在找来莫非离宗之事被发现了, 而孤红见到秦爵就怒斥秦爵, 你身体刚好, 怎么不声不响地偷跑出宗门, 秦爵连忙解释, 弟子此番下山是有要事要做并非偷跑下山的, 面对如此恭敬的秦爵反而让孤红盲目, 心想果然如寒生所言, 秦爵和他们都生下了不少, 不过孤红这次来的目的是让秦爵回去参加下个月的圣元大典, 可没想到向来乖巧的秦爵竟直接说不回去, 孤红顿时挠火, 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而秦爵依然淡定地说自己在下届杀妖同样也能扬名立万, 孤红死死地盯着秦爵, 下届杀妖和圣元大典能一样吗, 若能在圣元大典上夺魁, 你就是修仙界年轻一辈的乔主, 此时一旁的秦爵连忙硬着头皮闭上一杯茶, 孤红长老您喝杯茶消消气, 而恼火的孤红直接抬手打在茶杯上, 滚烫的茶水烫的秦爵疼的侄子呀, 秦爵立马冲上前拉着秦爵的手查看伤情, 赶忙让秦爵取出之前放在戒子环里的烫伤药, 秦爵刚准备从戒子环里拿药, 孤红看到戒子环在秦爵手里, 恼火的孤红眼神瞬间变得更加阴沉了, 这戒子环怎么会在你手上? 祭祠被问得一脸猛, 一旁的秦爵淡淡地说, 是我送的, 头也没抬得继续给祭祠上药, 孤红被秦爵不在意的态度给激怒了, 这可是他们几个送给秦爵的, 秦爵依然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表示他们送的礼物太多了自己都记不清了, 气氛顿时有点尴尬, 祭祠见状便要把戒子环还给秦爵免得孤红在此发飙, 秦爵表示送出去的东西没有再要回去的道理, 便又把戒子环推了回去, 秦爵又说自己嘴巴有点苦让祭祠出去买两根糖葫芦, 祭祠愣了片刻后, 笑眯眯地答应了, 便赶紧溜出客栈, 出了客栈祭祠花了两枚铜板买了两根糖葫芦, 却自己吃了起来没有回客栈, 因为祭祠又不傻, 当当小师弟明显想跟孤红单独说话才故意将自己制开的, 正好自己可以借这个机会好好地逛逛, 祭祠逛着逛着路过一家店时, 忽然听到店内传来一名少年的声音, 什么破店, 这是能给人吃的吗? 脏死了, 于是喜欢看热闹的祭祠便走近围观, 他顿时一愣, 只见店员正推出一名身穿招摇的红衣竞装少年, 长得还不错, 就是动作神态像之正在发火的攻击, 安人只是凑个热闹吃个瓜, 却意外撞见小师弟的追求者, 祭祠正逛着街路过一家烧鸡店, 听见里面正在争吵, 于是就凑过去看热闹, 却看到一个一枚钱负账的青年正被人轰出店, 祭祠以为是一只大公鸡朝自己扑来, 就在青年即将扑到祭祠身上之时, 祭祠飞速闪开, 结果这青年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 在地上哀嚎了起来, 青年立马起身对着祭祠大喊, 你刚刚为什么不接住本少主? 祭祠咬着唐葫芦口齿含糊地嘟囔了一句, 我跟你又不认识你, 为什么要接住你啊? 而青年起身不理会祭祠便准备找掌柜理论, 一旁青年的侍卫赶紧过来拉住他, 让他低调点因为他们是偷跑出来的, 而青年少主哪里受得两只委屈, 他撸起袖子打算上去理论, 在一旁的祭祠看着没忍住扑斥一笑, 青年听到后气呼呼地转头质问祭祠笑什么, 祭祠眨了眨眼, 你是该低调点, 不然一会儿整条街都知道你们是偷跑出来的, 这青年听了祭祠的嘲笑后, 恶狠狠地对着祭祠一顿狂喷,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对本少主说叫, 然而祭祠完全没听他在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被烧鸡的香味吸引, 随即转身朝烧鸡店飞奔而去, 看着祭祠飞奔静电的青年蹲在那声闷气, 青年的侍卫劝说早点回去吧, 钱袋子丢了如果继续在外面很不方便的, 倔强的青年却坚决不回去, 因为他没见到心上人之前绝对不走, 上一秒还硬气, 下一秒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就在他肚子饿得可怜兮兮的时候, 祭祠拿着一只香喷喷的烧鸡出现在眼前, 馋得他直吞口水, 傲娇得他撅着嘴你是在可怜本少主, 祭祠都无语了, 都饿成这样了还死鸭子嘴硬, 不吃算了, 那我留给小师弟吃, 青年眼看祭祠要收回烧鸡, 立马起身拦住祭祠, 嘴硬地说哪有把送出去的东西往回拿得到里, 随后他们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吃, 虽然这青年饿坏了但吃东西还挺斯文的, 这让祭祠想到自家的小师弟吃东西也是斯斯文文的, 经过一只烧鸡两人也慢慢熟了起来, 两人这下心平气和地聊起了天, 祭祠便问他如此穿着应该也是修行之人, 青年看祭祠人还怪好呢, 于是便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叫唐紫辰, 是九重天的少主, 此次前来是接了一个抓药的任务, 然后顺便去看看自己的心上人, 青年称自己心上人主的地方离此地很近, 想把妖怪抓到手后去向心上人邀功, 祭祠听完之后简单地介绍了下自己, 然后好奇地问他心上人是谁, 谁知刚刚还傲娇的唐紫辰的脸突然红得跟喉屁股似的, 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说是道宗一个很厉害的弟子, 名叫秦爵, 祭祠一听瞬间顿主, 安人只是凑个热闹吃个瓜, 就巧遇丢了钱带连饭都吃不起的九重天少主, 祭祠用一只烧鸡便得知了少年的小秘女, 得知眼前之人在打自家的翡翠香精大白菜的主意时, 祭祠整个人瞬间顿主, 小师弟人气也太旺了, 怎么到哪儿都有人基于自家的翡翠香精大白菜, 就连这九重天这样大的宗派少主都亲自上门, 唐紫辰发现祭祠带愣着, 有些疑惑, 你怎么了? 回神的祭祠一笑问唐紫辰和小师弟是怎么认识的, 说到这, 唐紫辰开始回忆着过往的那段甜蜜, 那是三年前一个似平凡但又不平凡的一天, 那天他随父亲前去道宗送法器, 不小心在道宗迷了路, 意外闯入情绝的居所看到他正在练剑, 他那五剑的姿态潇洒又飘逸, 像极乐话里的神仙, 自从那一面便再也忘不了了, 可惜当时光顾着看他五剑了, 也没上前跟他打个招呼说句话, 祭祠听完便笑了笑, 心想原来是小师弟的暗恋者, 随即安慰唐紫辰, 没关系的你们不是马上要见面了吗? 肯定还有机会说话了, 唐紫辰文言兴奋的睁大眼睛, 真的吗? 你觉得他会跟我说话? 祭祠暗想还真是个天真的孩子, 暗小师弟的脾气能理他才怪, 不过看他那么兴奋就不打击他了, 于是敷衍了一句应该会的吧, 天真的唐一辰宝宝还对祭祠比了个虚的手势, 表示这是自己的秘密, 不可以往外乱说呦, 祭祠连忙发誓说自己嘴巴特别也不会乱说的, 见祭祠发誓, 唐紫辰这才放心了下来继续吃烧鸡, 哦对了, 我差点忘了, 等我吃完这只烧鸡, 晚上还要去李家除妖呢? 祭祠听到唐紫辰要去李家抓妖, 便吃惊地问唐紫辰也要去李家嘛, 可这个任务不是被接了吗? 唐紫辰边吃鸡腿边拿出一块令牌, 怎么可能, 我今天早上才在古艺楼接的任务, 我的令牌还在这呢? 祭祠皱起眉头, 各宗古艺楼发布的任务都是相通的, 被拿走令牌的任务会通过法阵同事关闭, 而现在这任务另排在唐紫辰手上, 说明这个任务是他的, 那小师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祭祠正想着, 而另一边, 客栈的秦爵还在和孤红交谈, 孤红冷着脸问秦爵当真不回宗门吗? 而秦爵依然淡定, 莫不是长老想把我绑回去, 孤红表示从来没有要逼迫秦爵的意思, 孤红见祭祠闭目不语, 便转移话题, 你此番下山要做的事是为了祭祠吗? 秦爵这才睁眼到了一杯茶, 没错, 此番下山是为了帮师兄去灵剑持寻一把灵剑, 孤红接着问秦爵为何刚刚不说实话, 秦爵表示怕孤红生气迁怒祭祠, 所以才先将祭祠打出去, 孤红疑惑, 一把灵剑而已, 他自己下山不就行了, 秦爵就把祭祠在秘境受伤后忘了怎么用术法告诉孤红, 怕他一人遇到危险, 所以跟随保护, 说着便把刚倒好的茶端给孤红, 况且长老们常教导我要知恩不报, 我受伤时师兄悉心照顾, 如今师兄有求于我, 我也应该帮忙才是, 秦爵的回答行云流水滴水不漏, 孤红瞬间找不到一丝问题所在, 但又总觉得秦爵似乎有意地疏远大家, 孤红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难得你将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那你就和祭祠一同去取剑吧, 但取完剑一定要尽快回踪, 莫要耽误了圣元大部, 秦爵表示知道, 说完, 孤红便戴上帽子称自己还有事要离开, 秦爵恭送长老, 秦爵心有秘迹, 应该算骗过他, 但之后要该如何呢? 安然竟抛下暗恋自己三年的人转身就走, 只因他满眼只有为他买糖葫芦的师兄, 祭祠吃个烧鸡偶然遇到吃不起饭的九重天少主, 无意间了解到这位小少主竟是自家小师弟的爱慕者, 就在唐紫诚心满意足的饱餐一顿后, 便起身告别前去李家抓妖, 祭祠刚要说些什么, 只见唐紫诚直勾勾地看着门口的方向愣在原地, 祭祠担心地上前关心, 你这是怎么了? 唐紫诚突然羞红着脸躲到了祭祠的身后, 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心上人了, 祭祠一愣,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时看到迎面走来了满脸不爽的小师弟, 祭祠心虚地问, 小师弟怎么出来了? 心想着难道是自己出来太久生气了? 身后的唐紫诚心却有些凌乱, 紧张地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和衣服, 他希望这次能给心心念念的人留下好印象, 秦爵板着脸看着心虚的祭祠, 伸出手便向祭祠要唐葫芦, 祭祠尴尬地笑了笑, 发生了点事, 所以, 话还没说完, 一旁整理好自己的唐紫诚突然窜了出来, 满眼爱慕地看着秦爵, 秦少侠, 你好, 我们又见, 话都没说完, 秦爵直接无视他, 师兄我饿了, 我们回去吃饭吧, 祭祠连忙点头说买了烧鸡一起回去吃, 旁边唐紫诚尴尬地呆愣在原地不知道说些什么, 秦爵这时似乎才发现了一旁的唐紫诚, 疑惑地问祭祠, 师兄这位是, 祭祠这才开始介绍, 他叫唐紫诚是九重天的少主, 我们刚才闹了点误会, 不过已经没事了, 见秦爵终于看向自己, 此刻的唐紫诚紧张到直冒汗, 本想着这次跟心心念念的人能多说几句, 可秦爵却冷冷地说,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说完拉着祭祠转身就走, 留下可怜兮兮的小奶狗, 走了几步祭祠就开始说叫起了秦爵, 你是不是有点太冷漠了, 人家可是专门来找你呢, 秦爵无所谓地说自己又不认识他, 他找我做什么, 祭祠继续说, 你忘了三年前九重天来宗门送法宝, 他还见过你呢, 秦爵脸一冷, 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不记得, 便加快了脚步, 祭祠后面追着, 师弟, 你怎么生气了,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此时秦爵突然停了下来, 跟着惯性, 祭祠直接撞在秦爵身上, 怎么了, 前方一位黄一道人身后跟着官差, 似乎在盘问着什么, 祭祠看着前方之人, 看此人穿着莫非也是修行之人, 秦爵冷冷地说他是碧玉阁的长老方从, 应该是请来调查李家那件事了, 我们先回去, 不要被他看到, 话完, 二人便转身从一旁的小道绕道而行, 转眼他们回到客栈里, 祭祠紧张地守在门前盈盈有些不安, 在他做这件事之前已经想好了对策, 祭祠这才安心了, 就准备打水洗漱早点休息, 突然, 秦爵眉头一皱, 师兄, 等一下, 后看向旁边的窗户, 窗外的朋友, 夜晚风大, 还请出来见面, 有重天少主只是发现了这个男人的小秘密, 男人就将他烫得哇哇叫, 就在刚刚, 师兄弟准备救起, 秦爵突然警觉地看向窗外, 窗外的朋友, 夜晚风大, 还请出来见面, 见外面无人应答,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秦爵二话没说拿起杯子直接往外扔了出去, 只听当了一声, 窗外不远处有人哀悠地探出脑袋, 祭祠赶忙出来查看是谁, 便看着唐紫辰捂着脑袋走了出来, 祭祠诧异, 唐紫辰, 怎么是你, 唐紫辰有些汗颜, 尴尬地挤出笑容, 嘿嘿, 晚上好呀, 祭祠有些疑惑, 大晚上的怎么会来这里, 而且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 此时里面的秦爵也走了出来, 看到是唐紫辰, 露出了一脸嫌弃的样子, 应该是一路跟着我们回来的, 没想到堂堂九重天少主, 竟也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唐紫辰为挽回自己在心上人心路中的形象, 连忙笑着解释, 你们别误会, 我来是有事想问你们的, 祭祠看到唐紫辰这副小奶狗模样变心了, 便为他求起了情, 看他的样子人还怪好嘞, 也不是什么坏人, 就先让他进来吧, 秦爵听到祭祠还为别人求情, 心里莫名的烦躁, 直接别过头, 随便你好了, 祭祠赶忙招呼唐紫辰进去说话, 唐紫辰进去坐下后直入主题, 李家面门人的事情, 是你们做的吧, 祭祠闻言心里咯噔一下愣在了原地, 心里想得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以至于因为走神忘记手里自己还在倒茶, 直到把唐紫辰烫的哇哇叫, 祭祠这才回过神来连忙解释, 你别误会, 其实李家那件事跟我们没关, 话还没说完, 只听一旁的秦爵淡淡地说, 没错, 是我做的, 唐紫辰文言激动地拍桌起身, 什么, 你身为道宗弟子, 怎么能滥杀无辜呢, 而秦爵看唐紫辰发怒却不在意, 但一想到李家脸直接冷了下来, 秦爵冷冷地问唐紫辰, 唐少主见多识广, 应当知道服侍住法吧, 文言唐紫辰想起了之前去李家那诡异恐怖的房间, 一丝冷汗流了下来, 你是说将活人练成邪是以保平安复贵的邪法, 秦爵说, 没错, 然后看向祭祠, 师兄, 让明远出来一下, 于是祭祠便拿出戒子环放在桌上, 只看一道白光一闪, 李明远就出现在了房间, 吓得唐紫辰之后退, 你们居然把他收服了, 你们不要命, 不要刚才还凶凶的僵尸, 下一秒就羡慕地在祭祠身上蹭了起来, 祭祠伸手摸了摸僵尸, 明远他很乖很温和的, 便问唐紫辰要不要也摸摸, 吓得唐紫辰直喊, 大咪, 唐紫辰依然疑惑地问秦爵, 那你也不能把李家人都杀了, 秦爵依然淡定地解释, 服侍住法的效果越好, 反噬得也就越快, 如果不出手面了, 再过三日, 李家众人便回妖化图城, 了解了全部情况的唐紫辰若有所思地坐了下来, 但现在官府联合了碧羽阁的长老一同调查此事, 早晚会查出真相, 过了三秒半, 唐紫辰突然抬头, 我有办法能让你们全身而退, 那个憨憨打翻了小师弟的醋坛子却浑然不知, 唐紫辰得知了是自己心上人徒了李家的缘由后, 为其也着急了起来, 不过很快便有了主意, 唐紫辰称自己能证明李家练试一试, 在真相大摆后, 官府非但不会追究, 反倒会觉得秦爵是旧式的仙人, 继次文言激动地一把抓住唐紫辰的手, 脸上满是殷勤,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唐紫辰似乎很喜欢这种被人称赞的感觉, 此时一旁的秦爵看着那抓在一起的手心里酸溜溜的, 语气里带着不悦, 不需要唐兄麻烦, 此时我自会处理, 继次听出秦爵语气似乎不快, 立马担心地凑了过来, 哎呀小师弟别这样, 人家毕竟好心帮忙, 你别这么冷淡嘛, 秦爵冷冷地看着继次, 师兄是觉得凭我的本事解决不了这件事吗? 继次尴尬的毛毛头, 其实倒也不是了, 猝在心头的秦爵不想再见到唐紫辰, 表示自己有些累便让二人出去, 二人便出了门, 继次表示小师弟就是这个脾气让唐紫辰莫见怪, 怎料这小奶狗非但没有生气, 还犯起了花痴, 觉得心上人秦爵连生气都那么好看, 刚刚自己还跟他说那么多话就算死都直愣, 继次看在眼里一阵无语, 这家伙怕是有病吧, 饭完花痴的唐紫辰对继次抱拳, 表示自己先行离去, 继次在怀中摸索被让他稍等一下, 紧接着拿出一个钱袋递给他, 唐紫辰看着继次递过来的钱袋有些愣神, 你这是, 继次笑着解释, 你钱袋不是丢了吗, 这些银两先拿去用吧, 李家的那是以后可能还要麻烦, 唐紫辰痴看着眼前这温柔俊俏的青年有些出神, 脸颊羞得像只煮熟了的大螃蟹, 轰红通红的, 他赶忙甩了甩脑袋, 努力地让自己清醒, 脑袋瓜浮现出继次和秦爵的深意, 毅然决然地选择秦爵, 似乎这才是标准答案, 于是自己娇羞地点了点头, 继次看着他又是点头又是摇头的, 更确定了这人脑子确实有问题, 而刚才的荧幕被秦爵禁收眼底, 秦爵想不通继次为何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那么热情, 于是见继次进屋就忍不住问, 你们刚刚说了什么, 憨憨的继次还没意识到已经把小师弟的醋坛子打翻了, 还傻傻地反问小师弟不是要睡了吗, 然后解释自己和唐紫辰没聊啥, 就是他的钱袋丢了给了他点银子, 然后又说了李家, 继次感觉不对立马住了口, 这时秦爵黑着脸把继次直接壁动在门上, 继次被吓得寒毛都立了起来, 秦爵的脸直逼继次的脸, 差0.01毫就嘴上了, 秦爵很严肃地警告他, 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 以后不要擅作主张去找他, 知道了吗? 继次连忙点头答应, 秦爵这才满意地松了手, 然后又把手伸到祭祀面前, 把戒子还给我一下, 明远的力量还不稳定, 我给他再上一层静咒, 隔日清晨, 一大字脑袋来敲门声, 祭祀睡眼惺忪地出来开门, 打开房门的一刻瞬间清醒, 原来是孤红长老来了, 孤红长老表示自己是来找秦爵的, 于是祭祀便将他请了进门, 不死心的孤红最后问秦爵当真不愿意同和自己回踪, 秦爵仍然委婉回绝, 表示自己还有事没办法, 见如此孤红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放弃, 便嘱咐祭祀照顾好秦爵, 然后又转身离开, 祭祀礼貌地将孤红送到门外, 孤红见只有祭祀一个人出来, 便拿出了一枚紫色的灵石递到祭祀面前, 让祭祀带交给秦爵, 老六送的东西是该扔了还是该扔了呢? 孤红被秦爵拒绝后便准备回宗门, 看只有祭祀一人出来相送, 于是便拿出一块灵石让祭祀转交给秦爵, 而祭祀面露难色, 因为之前小师弟嘱咐过自己孤红精通乌骨之术, 不要随意收下他送的东西, 如果自己收下的话小师弟肯定会生气的, 孤红这个老六都没考虑自己这个难配的心情, 孤红见他迟迟不收, 本就阴沉的脸又冷了几分, 是小觉不让你收我的东西吗? 吓得祭祀瞬间回过神, 连忙摆手称不是, 祭祀看着孤红手上的灵石, 长老, 这应该是块上品灵石吧, 这么珍贵的东西, 您为何不亲自给小师弟呢? 孤红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方才他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直接拿出来他是不会要的, 孤红看着祭祀脸上露出一样的表情, 看他跟你似乎很亲密, 所以让你转交于他, 祭祀都不敢看他的眼睛挠了挠头, 可能是我们年龄相仿比较聊得来吧, 于是孤红就霸道地将灵石直接塞给祭祀, 命令中带着强硬, 总之, 你务必帮我把这个交给小觉, 不然的话, 祭祀吓得直冒冷汗手抖擞着接过灵石, 弟子明白, 长老放心, 我一定交给小师弟, 祭祀目送孤红离开, 直到看不到这个讨厌的老六, 他才敢将情绪发泄出来, 或者灵石正想把他丢掉, 这时候祭祀头顶上的呆毛系统上线了, 等一下, 万一他在上面做了手脚, 随便就这么丢掉不就露线了吗? 祭祀想着好像也有道理, 孤红知道了以后肯定没自己好果子是, 算了, 还是交给小师弟处理吧, 祭祀回屋内看到秦爵正静静的闭目打坐, 看他似乎很累, 祭祀便不忍打扰他休息, 想着出去给他买点吃的, 画面一转, 祭祀走在街上路过李家大宅, 发现有很多人围观, 于是便挤进人群, 找一旁的吃瓜群众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聚了这么多人了? 吃瓜群众说还不是李家灭门的事, 官府找碧羽阁的长老来调查, 那长老说杀人者用的是道宗的剑法, 闻言, 祭祀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心想不讳吧, 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于是强压着心头的惊恐, 转身离开,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客栈, 直接推门而入, 不管三切二十八地把秦爵咬醒, 秦爵醒来茫然地看着他问怎么了, 焦急的祭祀说李家灭门的事情被查出来了, 便带着秦爵顾不上收拾就往外走, 不料刚一出房门, 迎面就撞上了前来抓人的官差, 当时宝宝恢复了神志并说出事情的真相, 就在刚刚祭祀出门给小师弟买东西吃时, 看到官府贴出了捉拿道宗弟子的告示, 于是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客栈, 顾不上收拾拉起小师弟就往外走, 不料刚一出房门, 迎面就撞上了前来抓人的官差, 祭祀就挡在秦爵面前, 硬着头皮上去想要蒙混过关, 官爷这是怎么了, 大伙怎么勾过来了, 而官差直接拔剑架在祭祀的肩上, 我们怀疑你二人与李家灭门一案有关, 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祭祀被官差突然把剑给吓得一身冷汗, 怕剑伤到自己, 他稍稍后退两步, 将剑慢慢推开, 继续狡辩, 原来是那件事啊, 可当时我们在九栏山抓妖, 根本没时间去杀人了, 祭祀刚说完, 只见碧羽阁长老缓缓走过来质疑地问祭祀, 那你们收的妖呢? 妖丹拿出来让我瞧瞧, 祭祀心虚地挠了挠头, 妖丹, 我们给恋化了, 碧羽阁长老不信, 就算自己恋化妖丹也续七日, 可事发到现在不够五日, 道宗的弟子难道比自己一个长老还有本事? 祭祀刚想要继续狡辩, 一旁的秦爵按住了他, 用无比坚定的眼神看着长老, 没错, 人是我杀的, 长老也是修行之人, 应该知道服侍住法吧, 碧羽阁长老震惊, 你说什么? 接着秦爵便示意祭祀让李明远出了, 祭祀迟疑地拿出戒子环生怕这些人伤害李明远, 秦爵接过戒子环, 让他不必担心, 并表示自己有办法让李明远暂时恢复清明, 还他一个公道, 睡眼间李明远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一旁的长老和官差看见他恐怖的模样,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碧羽阁长老惊讶, 怎么在他们宗门眼皮子底下竟真的有人用这种写法? 秦爵边念咒边将符纸贴于李明远额头上, 片刻后, 只见贴在额头的符纸化作一道金光钻入他的眉心内, 李明远再次睁眼, 已然恢复了神智, 他打量着自己异于常人的样子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官差接着胆上前打量着明远, 是李家的大少爷,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秦爵看着恢复神智的李明远说, 我们现在遇到了些麻烦, 我希望你能说出你被恋化的经过, 祭祀开心地拉着李明远的手, 让他别怕, 会保护好他的, 这时安了神的李明远便开始回忆那段非人的经历, 他们当时在地上画了奇怪的法阵, 便将自己绑着入了阵, 那阵法启动后感觉浑身跟对火烤一样的疼, 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话完, 秦爵对着碧羽阁长老继续解释, 想必您在李家也见过那屋内的法阵, 我若不动手, 即日后李家人被反噬妖化道士碧酿成大火, 而固执的碧羽阁长老却说他们妖化之前也只是普通人, 按规矩也是应当交给官府, 怎能擅自灭口, 气得秦爵捏紧小拳拳, 总想要将这个老头狠狠地揍一顿的冲动, 最后官差出来再三项碧羽阁长老问这事的真实性, 虽然你们出心为善, 但你们擅自行动有为律服, 还是决定先带回衙门厅后处置, 三日后, 师兄弟二人走在山间的小道上, 祭祀感慨, 还好官府老一名势力, 没把我们关起来, 只是让我们去锦里县除妖以示惩戒, 但是他们也太狗, 居然找了个杂妖那么多的地方让我们处理, 祭祀回忆自己被杂妖做的娃娃叫时, 想想还怕怕了, 不过幸好, 李家仪是算是告一段落, 说着便拉着秦爵, 小师弟, 带我去林剑池取见吧, 沉密的榜一大哥送来一个宝贵礼物, 师兄弟俩竟把他当作坏蛋, 商量着如何甩掉他, 就在刚刚, 兄弟俩正走在去往林剑池的路上, 突然秦爵感知到了什么, 于是惊慌的一把将祭祀拉入怀中, 只见一把短刀从身后飞了过来, 从祭祀的发丝穿过直直地钉在了树上, 祭祀后怕地吐了一口气, 还好师弟反应快, 不然小命就不饱了, 秦爵看着短刀有些疑惑, 看着短刀的样式似乎来自西域, 这中原腹地为何会有西域人, 正想着, 就在不远处便传来打斗的声音, 手无腹肌之力的祭祀还想去帮忙, 秦爵赶忙拦住, 不要生事, 就当没看到, 继续赶路, 就在二人转身要离开时, 旁边正打架的其中一个金发男子叫住他们, 于是师兄弟二人便转头看向青年, 只见穿着华丽的金毛青年直接飞奔到二人跟前, 然后给祭祀送了一个礼物, 直接当了神秘的绑一大哥, 然后这个绑一大哥送完礼物直接就溜了, 留下猛圈的祭祀, 得了礼物的二人躲在树底下都不敢再说一句话, 生怕后面之人过来抢礼物, 带人跑远后, 二人才敢看神秘大哥送的啥礼物, 祭祀好奇地看着却不知道这是啥, 一向是见多是广的秦爵也不知道, 但觉得这绑一大哥财力不紧, 这应该是好东西, 决定等一下这个绑一大哥, 想着这么贵重的东西还是还给他, 再去林建池, 正说着, 突然远处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原来你们也要去林建池, 秦爵警惕地回头, 不知何时, 金发的绑一大哥悄无声息地又来到了他们身边, 祭祀吓得花容失色,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绑一大哥一脸渐渐地表情凑近祭祀, 朋友, 正好我也要去, 不如一起走啊, 感受到威胁的秦爵, 立马护在祭祀前面直接拒绝, 对不起, 我们不认识你, 你还是自己走吧, 心想着这人修为这么高还这么有钱, 不能留在身边, 于是秦爵就将祭祀手中的物件还给绑一大哥, 生怕跟他有任何瓜葛, 随即拉起祭祀转身就走, 谁知绑一大哥一个闪身便拦在二人面前, 傲娇地说了一句等一下, 只见绑一大哥又将刚才的礼物递了过来, 这是千年的剑髓, 若是融入剑人当中, 普通灵剑也能爆发出上挺灵剑的威力, 然后一脸剑兮兮的要强行送你, 我把这个送给你, 你们带我一起走怎样, 秦爵怀疑他应该令你戚图, 表示只是同行不必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吧, 只见他瑟瑟地说, 能与每人同行, 就算花费千斤又何妨, 然后对着祭祀抛了抛妹眼, 这位朋友你说是吧, 吓得祭祀直起鸡皮疙瘩, 看着神秘大哥形势诡异, 祭祀拉着一旁的秦爵小声鼻鼓, 小师弟, 这人太奇怪了, 如果不同意他跟着, 万一他在做点奇怪的事, 不如先让他跟着, 之后路上再找机会甩他, 秦爵只好答应了, 一旁的榜一大哥一脸好奇, 商量啥呢, 商量完了吗, 祭祀随即转身, 小师弟已经答应让你同行了, 祭祀做出严肃警告, 不过, 你要是敢对我家小师弟动歪心思,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整个榜一大哥一脸猛, 警告完祭祀便拉着小师弟就走, 榜一大哥看着憨憨的祭祀, 玩味的一笑, 比起那位冰山美人, 似乎还是这位少年更有趣, 小师弟无意撞见师兄和榜一大哥在厨房的亲密行为, 这边师兄弟俩答应让榜一大哥一起同行, 另外一边的吴望峰韩生居所, 自从秦爵离开宗门后, 韩生和清玉便每天以下棋来打了时间, 这时外面的弟子前来禀报, 孤红长老回来了, 文言二人面吴波兰继续下着棋, 随后孤红便进来上前恭敬师里, 见过二位师兄, 而韩生仍然继续着手综的动作, 问孤红这次回来路上可有遇到秦爵, 孤红连忙说见过了, 果然秦爵他变了许多, 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告诉二位师兄, 孤红继续说, 在遇到秦爵之前, 得知云山城内有一户信里的人家用邪法练尸, 可当我赶到的时候, 李家众人均被一见封喉, 那句邪尸也不见了, 后来我在小绝跟祭祀身上发现了邪尸的气息, 应该是他们收服了邪尸, 话落, 韩生听着直接就不淡定了, 你说什么, 小绝还是金丹七的弟子, 没有法器加持怎么可能收服得了邪尸, 难道他在隐藏实力? 清语听完也一阵后怕, 我就说小绝已经生出了异心, 不然怎么会跟我们隐藏实力? 韩生焦急的立马起身, 不行, 我要立刻汇报给掌门, 而另一边, 祭祀三人找了一家客栈, 客栈内祭祀一脸花痴地望着小绝帝, 行爵被看得一脸不自在, 师兄, 你不看书看我做什么? 而祭祀满是忧愁, 小绝帝, 你不觉得烦恼吗? 随便走个路都能遇到追求者, 行爵汉言, 回想那西域人目光一直都在这憨憨上, 师兄你是真的蠢还是在装傻? 没有情商的直男祭祀还在嘟囔着, 表示自己说的没错, 如果那榜一大哥对秦爵没有非分之想, 干嘛赖着不走? 秦爵都被这个憨憨整无语了, 祭祀摟过秦爵的肩膀打包票, 表示会好好保护这颗香精大白菜的, 转眼到饭点了, 祭祀连忙起身准备给小师弟做饭去吧, 而秦爵看着祭祀的背影, 这个憨憨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家惦记的是他自己, 祭祀很快就来到了厨房, 穿戴好行头准备做饭, 榜一大哥不知道何时悄无声息地凑到祭祀身后, 兴致勃勃地问祭祀, 你居然还会做饭啊? 祭祀被突然闯入的声音吓得差点把菜刀丢出去,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走路都没声音的吗? 榜一大哥很自来熟地说自己也会些简单的厨艺, 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祭祀生怕他捣乱赶忙拒绝, 没有, 你没事的话自己一边玩去, 别打扰我, 榜一大哥见祭祀不用自己帮忙, 那做好之后能让我尝一尝你的厨艺总可以吧? 祭祀毫不犹豫地说不行, 榜一大哥立马挤出一滴眼泪委屈巴巴地蹲在一边, 可怜我孤零零地出门在外, 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 也祭祀这见不得别人委屈的烂好人整心软了, 算了, 给你尝一口吧, 不过就一口, 榜一大哥这才泪眼汪汪看着祭祀, 谢谢, 你人还怪好勒, 祭祀惊呼他的变脸速度, 心想这人果然很奇怪, 还是尽快甩掉的好, 三千六百秒后, 一盘香喷喷的菜肴完成, 许久不做菜的祭祀, 生怕做得不好便要自己先尝尝味道如何, 当家祺快准备放嘴里, 突然一只手握住了祭祀的手腕, 祭祀愣了一下, 你干什么, 榜一大哥茶里茶气地说, 不是说好的做好了要让我尝一口吗, 祭祀盯得他有些气闹, 又没说不给你吃, 我先尝尝味道, 而榜一大哥拉着他的手就是不肯放, 女气坚定, 可是我就是想吃这一口, 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啊, 不然, 厨房的门喷了一声地被踹开, 秦爵出现在面前, 你们在干嘛, 祭祀回头看着小师弟有点慌了, 小师弟, 你怎么来了, 而榜一大哥顺其不备, 一口吃掉了祭祀手中的财, 师兄弟俩为甩开榜一大哥的纠缠再次私奔, 就在刚刚, 祭祀和榜一大哥正在厨房进行亲力行为, 被秦爵撞个正招, 秦爵瞬间酸溜溜的, 你们在干什么, 祭祀惊慌地看向秦爵, 小师弟, 你别误会我们, 话还没说完, 狡猾的榜一大哥就趁其不备, 抓着他的手给自己投喂, 而祭祀傻了, 炸了毛地抽回自己的手, 哎, 你干嘛, 心满意足的榜一大哥竖起大拇指称赞味道不错, 看得秦爵更酸了, 于是直接抓起祭祀的手便要往楼上拖, 没走几步, 祭祀想起自己做的菜还没拿, 他用力挣托秦爵, 原路跑回, 然后麻溜地将饭菜全部收进饭盒中, 而秦爵在后面阴侧侧地看着祭祀, 抱着饭盒离开时祭祀还特意挤开挡在一旁的榜一大哥, 榜一大哥看祭祀没给自己留意, 着急地指着自己, 你都要拿走了那我吃什么, 祭祀气鼓鼓地嘟着嘴, 不是说好了纸给你尝一口吗, 你已经尝完了, 想吃自己做去, 榜一大哥又可怜巴巴的, 你该不会是因为那位辣脾气的小师弟才故意躲着我的吗, 这话一出, 在祭祀耳朵里就自动翻译成, 你小师弟真辣, 祭祀就跟那个炮仗被一下子点燃, 然后窜上天一样, 边走边骂登徒祖, 谁准你这么说我小师弟的, 榜一大哥猛了, 合着, 他居然还以为自己是为了他的师弟才跟来的, 祭祀气冲冲地越过他, 抓住秦爵的手, 把人带上楼, 师兄弟回到房间, 祭祀一边不猜一边嘴里还念叨着, 小师弟, 这个教育吃不是个好人, 你离他远点, 最好以后看见他转头就跑, 秦爵淡漠地看着他, 冷不丁开口, 那你呢, 是不是也应该离他远点, 祭祀仔细扎默了一下, 点头, 你说得对, 我们都离他远点, 不过小师弟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有师兄在不会让他动你一根汗毛的, 祭祀说着说着, 都快把自己感动哭了, 然而秦爵却围着眸子, 只骨钻紧, 师兄觉得玉池是对我有意思, 祭祀郑重点头, 紧握小师弟的手, 哭口婆心地说, 当然了, 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 出门在外可得当心点, 秦爵一阵无语, 说着祭祀赶忙转移话题, 不说这个了, 快吃饭吧, 一会饭菜都凉了, 秦爵默默地看着这个正在努力干饭的憨憨的师兄, 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 他这种俊秀的开朗少年也很吸引人呢, 有些人天生就适合被宠爱, 没人忍心打破这份美好, 秦爵垂下眸子, 到底是没有再说什么, 次日清晨决定就此甩掉绑一大哥的二人, 一大早便收拾好行李偷摸离开, 五日后, 二人终于到达了林剑池, 祭祀兴奋不已,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把那个御池麻烦精甩掉了, 小师弟, 还有多远到呢, 就在前面快到了, 去往林剑池的人还真是不少, 秦爵被人来人往的人撞了一下, 祭祀扶着秦爵破口大骂, 喂, 你们撞了人都不道歉吗, 秦爵站稳了看向前方, 师兄, 你看, 此时的祭祀才抬眼望去, 前方人山人海, 我去, 这也太夸张了吧, 来人豪之万两, 只为博取师兄的红颜一笑, 林剑池开始之日, 师兄弟二人便来到这人山人海的林剑池外围, 自从穿越过来祭祀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修士, 祭祀兴奋不已, 路上人太多了他怕走优, 就紧紧抓住秦爵的衣袖跟在他身后走着, 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还嘟囔着, 小师弟, 我们直接过去会不会被挤成肉饼啊, 秦爵很淡定, 表示自己早有所料, 已经做好了应对之策, 让其不必担心, 文言, 祭祀当即开心的何不拢嘴, 真不愧是小师弟, 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说完, 秦爵搂住祭祀的小门腰将其拥到怀中, 祭祀的心意紧, 小师弟你该不会是要, 话还没说完, 只听一声玉侠剑起, 剑刷的一下便飞在半空, 秦爵就搂着祭祀奋起一跃, 就稳稳地落在剑上, 祭祀搂着小师弟的肩膀, 看着小师弟认真的遇见, 心里更是遮不住的崇拜, 小师弟真帅, 二人遇见在村中惊动了下面拥挤的众人, 下面吃瓜群众也开始议论了起来, 哇, 遇见飞行真低帅啊好想立刻拿到零件, 更有人认出他们来, 这两位好像是道宗的弟子, 怪不得有如此风采, 那不是道宗大弟子祭祀吗? 几日不见, 反倒要师弟遇见待他了, 下面言论越走越偏, 听到祭祀耳朵里再没有刚才的兴奋, 觉得现在的自己好丢脸, 一瞬的功夫, 二人便落在了一家仙家酒楼中, 小二立马上前迎接, 欢迎二位仙长前来水云阁休息, 请二位先交一下费用, 秦爵便从怀中拷出了一张面额一万两银跳, 祭祀见到需要这么多钱, 眼睛不由地睁大几分, 天啊, 居然要一万两银子, 付完账, 小二便将他们二人安排在了雅间, 祭祀还在肉桶那一万两, 小师弟, 这里也太贵了吧, 秦爵倒是不以为然, 难道师兄想在下面被挤成肉饼, 祭祀仍觉得不值, 只是喝喝茶就要一万两, 这里也太黑了, 秦爵便给了祭祀一个安心的眼神, 放心好了, 花这一万两可不仅仅是为了喝茶休息, 听到这儿, 祭祀才眼睛一亮, 是不是还会赠一顿大餐给我们, 正好我都饿了, 秦爵看着这憨憨大师兄一阵无语, 这时小二端着托盘走来, 二位久等了, 这是上品避水单跟帮您排到的号牌, 等听见外面念叨这个号牌时, 就可以去灵剑池选灵剑了, 祭祀有些不解的问小二, 怎么取个灵剑还要挂号排队啊, 小二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耐心解释, 仙长有所不知, 池内有暗流, 凶险万分, 为了保护大家安全, 在池内设有阵法, 每次只能下去两人, 听到这些祭祀都惊呆了, 两人, 那下面这么多人要排到什么时候啊, 最快也得两个月以后吧, 祭祀下巴都快惊掉了, 天啊, 怪不得刚才那三人背了那么大的包袱, 原来要在这待上两个月, 秦爵看着他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禁笑了起来, 如何, 师兄现在觉得我这一万两林子值不值, 而祭祀却有些愧疚, 只是值得, 但是就算这样也太贵了, 秦爵看出了他的窘祸, 便出声安慰, 自秘境醒来, 师兄就一直在照顾我, 如今师兄只求我帮这一件事, 自然要安排稳妥, 所以师兄就不要心疼了, 好吗, 祭祀有些心虚的挠了挠头, 那好吧,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 心里想着, 要是让他知道我那么做只是为了完成攻略任务的话, 应该会打死我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 祭祀等了都睡着了, 这时外面才传来播报声, 请056号客人前往林剑池选剑, 听到叫号声, 祭祀猛然清醒, 道我, 小师弟, 我先去了, 秦爵则让他不要急, 自己会陪他一起去, 三千六百秒后, 二人便来到了林剑池边, 祭祀有些紧张地想着, 传说林剑池内的林剑都是仙魔大战英豪们战死后留下的, 不知此去自己到底会拿到一把怎样的剑, 行决拿出一颗碧水丹递给祭祀, 希望师兄能得偿所愿, 找到一把合适自己的林剑, 祭祀接过碧水丹, 眼神坚定, 放心, 我不会让你这一万两银子白花的, 等我回来, 那个男人连哄带骗想将威猛的红剑抱回家, 而红剑丝毫不动, 却被娘里娘妓的折腿剑看上, 被追得到处乱串, 又在刚刚, 祭祀带着小师弟花了万两的碧水丹准备下林剑池, 祭祀吃下碧水丹, 直接扑扑跳入池中, 祭祀落水的瞬间, 周围所有的嘈杂声全部消失, 这碧水丹也太神奇了, 不仅衣服不会弄湿, 还能像鱼儿一样在水里呼吸, 不是感受到可以在水里自由游玩的祭祀, 开心的到处游来游去, 毕时间都忘记自己来干嘛了, 忽然头上的呆毛系统看不下去了, 叮, 别玩了, 碧水丹是有时间限制的, 别耽误了正事, 祭祀这才收了完的心思定了定神, 朝着池底游去, 灵剑们哥哥来了, 祭祀来到池底, 池底礁室上插着的灵剑不计其数, 一眼望过去, 红的白的绿的粉的, 看起来颇为壮观, 祭祀被这眼前壮观的一幕所震撼, 开明了他激动的直流口水, 这么多灵剑得值不少钱吧, 要挑哪一把呢, 感觉每一把都好帅都好想抱回家, 这时候呆毛系统看他才迷得愣在那边再次提醒, 叮, 根据设定, 这里的灵剑都是有剑灵的, 你看中人家不算, 给人家看中你才行, 祭祀听到提示便开始吐槽, 这破书里怎么竟是这种麻烦的设定, 正想着, 忽然目光一瞥, 立马就看上了一把火红的宽剑, 光从样貌上看就十足的威武, 火红金石镶嵌在剑柄和剑刃上, 随着水流从而反射出红光来, 非常酷炫, 祭祀立马上前, 哇, 这把剑好帅吧, 于是就对着宽剑避避避赖, 你好呀, 我叫祭祀请跟我回家吧, 经过一番的自我介绍, 便伸手去拔剑, 但他无论怎么用力, 这剑就跟长在礁石上一样, 死活拔不出来, 呆毛系统又看不下去吧, 丁, 人家不愿意跟你走, 强扭得刮不甜, 你看那边的那把不也很好吗, 祭祀不情不愿地看向身后一把绿色的灵剑, 看着一脸嫌弃, 你是说那把吗, 看着娘里娘气的, 我才不要呢, 然后别过脸继续拔红剑, 绿剑似乎感受到了被人嫌弃, 于是气呼呼地用剑柄捶了他一下, 祭祀哀悠一声, 转身怒骂, 谁打我, 谁料刚才的那把绿剑竟飞到了他的面前, 把祭祀吓了一大跳, 看得出, 这把剑其实也是上品灵剑, 剑人雪白, 剑柄轻律上面缠绕看纤细的杨柳枝, 看起来分外秀美, 此刻这把灵剑正在全方位无死角地展示自己, 力求让祭祀看中他然后带他回家, 祭祀有些奇怪, 他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然后又嫌弃地别过头, 我才不要, 这把剑一点都不拉风, 我还是想要这把才配得上我猛男的身份, 这可把绿剑气得发出嗡嗡的争鸣声, 提剑就冲向祭祀, 祭祀吓得掉头最好, 就这样一人一剑在水下你追我跑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祭祀终于跑累了, 于是停了下来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跑不动了, 我认输, 祭祀看看面前熊啾啾气昂昂的灵剑, 叹了口气, 伸手握住了剑柄, 我带你回去, 行了吧, 灵剑乖巧地飞到祭祀手里, 祭祀刚握住剑柄, 下一刻, 霞光万丈, 轻率的柔和光线从剑刃中散出, 紧接着呼的一声, 所有光芒钻进了祭祀的胸膛, 祭祀立马感受到胸膛的疼痛, 扶着灵剑半跪着, 身上好疼, 好像要被撕裂开了一样, 不说猎女怕蝉狼, 而他就不一样了, 这个猛男却怕蝉剑, 当祭祀无奈地选择了这死蝉烂打的无赖绿剑, 下一刻, 霞光万丈, 轻率的柔和光线从剑刃中散出, 钻进了祭祀的灵剑中, 让祭祀感到撕裂一般的疼痛, 痘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地往外冒, 而原本干涸的灵剑犹如在转瞬间经受了灌溉, 瞬间生长出绵延绿原来, 变得生机勃勃恍若出生, 忽然祭祀的内股疼痛消散了身体也没那么难受, 痕迹不见了, 身体轻松了不少, 而且体内的力量似乎强了不少, 莫非, 祭祀立马起身开心地握紧灵剑, 是你做的, 对吗? 灵剑发出争鸣声似乎在回应祭祀的夸赞, 祭祀怜爱的抚摸, 多谢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剑剑了, 而在岸上的情绝直剑而立, 眸光犹如琉璃般冷淡, 但看祭祀这么久还没出来便有些着急了起来, 师兄怎么去了这么久, 难道出事了, 于是便要下去看看, 一旁的侍卫见状赶忙拦住, 这位仙长, 您不能进去, 就在这时祭祀拿着折柳剑破水而出, 在看到祭祀出来的一瞬间, 冰雕欲塑般的人才黄有了神采, 祭祀一个打挺从水中翻了出来, 唇角扬起爽朗像, 小师弟, 等着急了吧, 秦爵垂眸看了眼有些意外, 上品零剑, 还有, 他身上的内伤都不见了, 秦爵连忙伸手给祭祀把麦心想着, 不仅之前在秘境内重伤未遇的灵府跟经脉被修复了, 居然连修为都有了提升, 他在零剑池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憨憨的祭祀被秦爵的这一举动弄得有些猛圈, 小师弟, 你怎么了? 秦爵这才回过神来, 没什么, 祭祀兴奋地将手中的灵剑拿出来, 献宝师地往秦爵跟前地, 小师弟你看, 这就是我取到的灵剑, 秦爵看着这把上品灵剑, 难道他的伤是这把灵剑治好的? 祭祀开始炫耀了起来, 我跟你说, 这把剑脸皮厚得很, 一点也不矜持, 我都没选他, 他就直接从礁石上飞了出来, 死皮赖脸追着要我带他走, 听到这话秦爵一愣, 眸光变得复杂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灵剑是依附于灵剑池所生存的, 离开的礁石, 意味着没有了生存之地, 若是还没有主人选中他, 估计就只有消散的下场, 哲柳剑感受到祭祀在说自己糗事就抖动起来表示抗议, 祭祀连忙安抚, 冷静点我不说你就是, 乖乖要听话哦, 秦爵看着这一幕, 看来这把灵剑真的很喜欢他, 于是把这件事压在心底指淡淡地说, 该走了, 莫要耽误时间, 闭转眼视兄弟二人就回到了酒楼, 就要开门时突然背后有人喊, 祭祀兄弟, 这声音颇有些耳熟, 回头便看到唐紫辰在向他们招手, 祭祀感到惊讶, 唐紫辰这么巧, 你怎么也在这儿, 而秦爵淡淡地说, 这灵剑池隶属九重天管辖, 这水云阁也是九重天的产业, 祭祀听后气鼓鼓地握紧小拳拳在唐紫辰脑袋刮垂了一下, 原来这贵到离谱的地方是你家开人, 唐紫辰表示无辜, 你打我干什么, 价格是我爹定的又不是我定的, 谁让你不跟你爹建议合理定价, 秦爵看着唐紫辰眉语间闪过厌恶, 于是拉着祭祀便要走, 唐紫辰连忙拦住他们, 等一下, 你们好不容易来了, 我带你们去九重天玩一圈怎么样, 感性, 穿着性感的美女在男人面前舞动, 而男人却无动于衷, 就在刚刚从林剑池回来的师兄弟二人遇到了许久不见的唐紫辰, 经秦军说才知道, 原来这唐紫辰是这水云阁的少东家, 因为心疼小事地那一万两, 于是祭祀便抱垂了唐紫辰一顿, 唐紫辰表示很无辜, 因为这价格是他爹定的, 而二人的打情骂俏被一旁的秦爵看在眼里, 于是秦军看着唐紫辰眉宇间闪过一股厌恶, 拉起祭祀便要走, 唐紫辰见状赶忙拦住二人, 表示好不容易来一趟, 带他们去九重天玩一圈, 而秦军觉得这个唐紫辰不怀好意, 也还有事要忙为由, 便拒绝了唐紫辰, 被心上人拒绝的唐紫辰的心拔凉拔凉的, 脸去一身锋芒, 看起来乖顺又可怜, 祭祀见唐紫辰的可怜模样就心软了, 赶紧劝说秦军, 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来这边一趟也不容易, 反正现在取完灵剑也没啥事就去玩玩, 秦军见着憨憨拉起自己的手准备撒娇, 便问师兄是想要留在这里吗? 祭祀笑秘密地表示只是想体会一下这边的风土鸣情在子, 秦军只好答应留下来, 秦军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师兄的话如此顺从, 得到小师弟的应允后, 祭祀娘里娘气地跑去告诉唐紫辰这个好消息, 师弟答应了, 走吧, 唐紫辰听到这好消息瞬间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 便要邀请他们去他家坐坐, 祭祀觉得去别人家里还得行李什么的太麻烦了, 这里哪里好玩就随意去转转就好, 唐紫辰则保证肯定会让他们喜欢, 一旁的情觉看着这两人有说有笑的心里莫名地感到不悦, 画面一转便来到了晚上, 祭祀万万没想到, 唐紫辰说的逛资地城居然是逛青楼, 几个穿着轻薄的杀裙女子, 舞动着曼妙身姿, 祭祀脸黑着说, 不是, 你所谓好玩的地方就是青楼啊, 唐紫辰还很自豪地说, 对爱有什么比这里更好玩的呢, 舞女在情觉面前舞动了起来, 裙摆飞扬格外赏心悦目的美, 祭祀连忙蹦起来遮住情觉的眼睛怒骂唐紫辰, 你这个禽兽, 我家小师弟才16岁都还未成年, 怎么能来这种地方啊, 这时唐紫辰才反应过来连忙解释, 你别误会, 这里的歌姬舞者都是卖一不卖身的, 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随后便挥手让舞女们都出去, 祭祀拉着情觉表示自责, 带你来这种地方都是师兄不好, 情觉淡淡地表示无碍, 拿起一杯酒便要喝, 祭祀立马抢过情觉手中的酒一副红小孩的口吻, 乖, 你还小, 不能喝酒, 情觉伸手便要去抢, 我都已经16岁了, 别人这个年纪都已经成亲了, 我怎么连喝杯酒都不行呢, 祭祀按住情觉伸过来的手, 语气坚定, 不行, 小师弟在18岁之前都不能喝酒, 也还不能成亲, 随即就将酒倒入自己口中, 这杯酒师兄先帮你喝掉, 等你18岁了师兄一定加倍请你喝回来, 而在一旁的唐紫辰羡慕地看着二人叹了一口气, 心里想着自己要是也能跟情觉这么亲密就好, 这时喝得脸红扑扑的祭祀看到唐紫辰在叹气便问, 唐少主你叹什么气呢, 唐紫辰则哀怨, 弘扬都是16岁, 我已经喝了好几杯了怎么就没人拦着我了, 祭祀文言笑着说, 你跟我家小师弟能比吗, 感觉哪里不对劲, 现在自己到底是在吃谁的醋, 感觉脑袋瓜有点凌乱, 半醉的祭祀见唐紫辰沉默便得意了起来, 没话说了吧, 说着便搂着一旁的秦爵小声难难, 我家小师弟才是天底下最好的, 小师弟要乖乖, 有师兄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说着脸还在秦爵的脸上宠溺地蹭了蹭, 秦爵被祭祀这一举动聊得脸颊一红, 而下一秒祭祀就最怕在桌子上睡了过去, 我的帅气大宝剑,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祭祀喝了八手的假酒后已然醉倒在小师弟怀里, 唐紫辰错愕地站在原地, 他抿了抿唇, 需要我帮忙吗, 秦爵瞥了他一眼, 不必了, 他没事只是喝醉了, 不是吧, 他酒量这么差, 就喝了一杯就醉了, 秦爵抱起已经不省人事的祭祀淡淡地说, 多谢唐少主招待, 我们先告辞了, 一旁的唐紫辰看秦爵如此冷淡, 一时也不敢上去帮忙, 便说那我送你们回去, 秦爵依然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不必了, 唐紫辰从这轻柔的语气中居然听出了威胁的意味, 他下意识地站在原地不动, 就看着秦爵背着祭祀走出花楼, 他们正走着, 许久不见的榜一大哥御赤不知何时窜出来挡住去路, 他露出邪魅的微笑阴阳怪调地说, 哟, 这不是季小友和他的师弟吗, 秦爵脚步顿了顿, 冷着脸说, 是你, 御赤察觉到祭祀似乎喝醉了, 不由地愣了下神, 我帮你一起把他搬回去吧, 秦爵神色冷若冰霜地看着御赤, 不必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御赤脸上带看风流的笑容, 不要那么凶嘛, 在下不过是想帮忙而已, 小朋友, 你师兄可是觉得我对你有意思, 我怎么也得表示一下诚意吗, 御赤的话充满了挑衅, 秦爵语气冷淡地警告, 你要是再说一句, 我就直接废了你, 御赤笑着摆摆手,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小朋友你怎么就生气了呢, 你放心我对你这样的小鬼没兴趣, 说着便上前撩拨了下祭祀的头发, 不过你师兄这样的还是更合我的胃口, 御赤突然瞳孔一缩, 只见一道荧光闪过, 他连忙地侧身躲过, 眼底闪过惊叶, 看不出来你这小鬼还有两下子, 秦爵拿剑恶狠狠地指着他, 这一件只是警告, 你若再敢乱来,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此时半死不活的祭祀迷迷糊糊睁开眼瞥了一下御赤, 然后便眼睛一亮, 瞬间精神了, 我心心念念地帅气大宝剑, 便下意识朝着御赤伸出手,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御赤察觉到什么, 眉头一挑, 随即把剑横着递过去, 声音又哄, 想要吗, 祭祀眼望星星, 想要想要, 祭祀连忙一把拉住祭祀, 着急地脱口而出, 师兄你是要剑, 还是要我, 这句话一下子给祭祀的CPU整烧了, 这是什么情况, 想了想, 晚辈三千二十八, 那还是要小失地吧, 于是就又跑去搂着秦爵, 秦爵这才不自觉地露出微笑, 御赤神色阴沉, 他看了两人两酒, 随后又笑, 让我猜猜, 你这小鬼并不喜欢祭祀, 只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件所有物, 禁止旁人窥伺对吧, 秦爵目光愈发冷沉,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男人喝了一杯假酒后竟突破到了原因期, 就在刚刚, 你并不喜欢祭祀, 你只不过是把祭祀当作你自己的一件物品, 秦爵说, 关你毛事, 就这样两人对峙了两酒, 夜间的风很凉, 追过来时带着嘶嘶寒, 御赤忍不住又喋喋不休地说着讨厌人的话, 我觉得祭祀很可怜, 他不过是出于人道关怀你这个师弟, 而你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只能为你所有, 说着便不知死活地将头凑近秦爵挑衅, 你信不信, 如果把我们身份调换, 他一样能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一本剑刃穿透御赤的肩膀, 鲜血秘密留下, 但是御赤连神色都不曾改变, 秦爵收剑入窍, 口中淡淡吐出两个字, 过躁, 说完之后, 他便不再分给御赤一个眼神, 带着昏昏沉沉的祭祀回房间, 扔下上次他送给祭祀的礼物, 这个还给你, 还请以后别再跟着我们, 御赤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目光透露出阴毒, 回到房间后, 秦爵将祭祀放在了床榻上, 用手帕仔仔细细地擦着祭祀那只被旁人碰过的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要看到祭祀跟别人说话亲近, 自己就会感到莫名的烦躁, 他说的没错, 自己的确将祭祀当做了自己的所有物, 所以绝不允许任何人碰他, 一边想着, 一边剪掉了祭祀刚被御赤碰过的头发, 同样自己也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 次日清晨, 祭祀醒来的时候, 全身带着宿醉后的疼痛和晕血, 祭祀起身便环顾四周, 小师弟上哪去了, 忽然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觉得好像有哪里的对劲, 灵府内好像更宽阔了, 莫非自己破镜了, 这时, 秦爵推门走进来手里还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粥, 师兄, 什么是如此激动, 祭祀满脸兴奋, 小师弟, 快帮我看看我是不是突破原因期了, 闻言秦爵连忙放下手中的碗, 我分一缕神石帮你看看, 秦爵便双手拖住祭祀的脸颊, 还挺舒服的, 片刻后秦爵开心道, 恭喜师兄, 确实已经突破原因了, 得了秦爵确认后, 祭祀双眼放光,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有人喝个假酒睡一觉就突破境界了吧, 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个旷世天才, 秦爵但笑不语, 祭祀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把自己的剑拿了出来, 之前因为没有灵剑, 他半点灵力都发挥不出来, 他便拿着折柳剑要出去过过瘾, 这时秦爵就端着粥凑了过来拉住祭祀, 先把这个喝了, 非常之强硬, 并把祭祀拽毁, 祭祀只能委屈地乖乖地把粥喝了, 那个男人上一秒还在嘚瑟自己突破原因期, 下一秒才发现小丑竟是自己, 祭祀被迫喝完粥后, 他便兴冲冲地在房间外练起剑来, 秦爵站在边上, 意外地发现他这个师兄对于剑术的领悟似乎格外出众, 老宗剑法讲究刚柔并济, 但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而他在出剑时圆滑温和, 但进攻时却很力果决, 秦爵看着专心练剑的祭祀, 从前的他在剑术造诣上可没有这么深厚, 莫非是因为那把零剑, 这时练完剑的憨憨祭祀得意地向秦爵显摆, 小师弟, 你看我剑术如何呢, 而秦爵目光却深了深, 师兄, 我们回去吧, 祭祀惊讶地跑到祭祀跟前, 回去哪里, 回到宗, 秦爵淡淡地点头, 不是吧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祭祀顿十年了, 他几乎是一瞬间想起那几个变态, 秦爵见祭祀脸上惊讶表情于是解释, 原本那日, 孤红是打算强行带我回去的, 我借口帮你寻灵剑, 才逗留了这些日子, 祭祀仍不知所措, 那这也太快了, 想着现在回去的话, 小师弟岂不又是羊入虎口, 不知不觉冷汗冒了出来, 秦爵接着说正好回去后不久便是圣缘大典, 到时候自己会参加, 师兄你也要参加, 祭祀惊讶地指着自己也要参加吗, 祭祀猛了, 连忙退后白手别了别了, 你才十六岁, 而我都成年了, 我去参加不是欺负小孩子吗, 听到这话, 秦爵笑, 师兄, 你上半年才急得关, 比我大不了多少, 况且, 圣缘大典比的是修为, 不是年纪, 我虽然才十六, 但已经是原因后期了, 此话一出, 祭祀的心如遭雷击, 小丑竟是我自己, 我刚刚怎么打破着脸皮得死我是天才呢, 秦爵接着说, 而且以师兄如今的实力, 很有可能取得名字拿到法宝, 要是不去的话就太可惜了, 憨憨的祭祀听到有奖励法宝, 眼神立马亮了起来, 我知道了, 你是想多要一份法宝对吧, 于是像是抚摸乖宝宝一样抚摸着秦爵的头, 师弟乖, 你放心, 师兄一定竭尽全力不管拿到什么师兄都给你, 秦爵不解, 这憨憨居然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说着祭祀便麻溜的跑去收拾行李了, 三千六百秒后, 师兄弟二人便拿着行李走出酒楼, 祭祀似乎听到有人喊记小友, 立马转头, 是谁在叫我, 而这时秦爵搂着祭祀踏上玉匣剑, 祭祀好奇地问, 小师弟, 你怎么还抱我, 我已经能自己遇见了, 秦爵称自己给忘了, 然后就遇见上空了, 秦爵看祭祀心不在焉的, 便问祭祀怎么了, 奇怪, 我刚刚好像听见玉池在叫我, 秦爵眼神冷了下来淡淡问, 你想见他, 祭祀立马回归神甩了甩头, 我才不想了, 对这种基于你外貌身体的人, 我看了就烦, 然后便转移话题, 小师弟, 你在前面把我放下来我想自己事事遇见的感觉, 祭祀则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你还记得口咎吗? 算了, 还是下次再说吧, 真为炮灰难配回宗门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先是一顿爱的全家问候, 再是一顿爱的灵力灌输, 可谓是福利多多, 又在刚刚, 秦爵怕祭祀在外面沾花惹草, 便要带祭祀回道宗, 顺便参加不久后的圣缘大帝, 师兄弟二人收拾完行李便踏上飞剑, 三千六百秒后, 二人刚到道宗山门就见三位长老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 不愧是小师弟, 三位长老竟然亲自来接, 二人刚一落地便拱手行李, 韩生长老上来就关心, 小绝, 听说你受伤了, 伤到哪里了快让我看看, 说着便要上手, 秦爵一脸嫌弃地避开韩生的闲珠手, 多谢长老关心, 弟子已经没事了, 韩生有点不乐意了, 刚要发飙便被一旁的清玉拉住, 小绝这一路奔波应该是累了, 还是让他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韩生这才压制住心中的不快, 小绝, 你的被褥跟洗澡水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快随我回风休息吧, 一旁的清玉也说自己炼制了上筒丹药, 被无视的祭祀在后面羡慕起了秦爵, 道宗果然很重视小师弟, 三位长老不仅没责怪小师弟善离宗门, 甚至还这么关心他, 祭祀正想着, 冷着脸的姑红来到祭祀面前, 祭祀被姑红冷得瑟瑟发抖, 连忙行李, 弟子见过姑红长老, 姑红就这么冷冷地盯着祭祀, 身为兄长纵容小被犯戒偷出宗门, 该当何罪, 祭祀脸上挤出笔铺还难看的微笑, 心想, 喵的, 这老毕灯果然是来兴世问罪的, 话音落下, 姑红长老的脸就彻点灰了, 小绝这么乖怎么会出这种鬼主意, 莫要胡说八道, 秦爵面色不变, 声音平静, 破开宗门结界的法宝是我在上次的秘境中得到的, 此事与祭师兄无关, 毕旁的祭祀看了看秦爵, 又看了看姑红长老, 糟了, 这老毕灯好像生气了, 若是一个没忍住, 危急小师弟了怎么办, 祭祀叹了口气, 心想着保险起见还是先认错比较稳妥, 想着便要下跪承认错误, 结果还没下去就被秦爵一把捞住手臂, 秦爵神色冰冷, 毛色如鸢地看着姑红, 此事本就与祭师兄无关, 若姑红长老真要罚, 那便同弟子一起罚吧, 姑红长老的目光落在他们二人交叠的手臂上, 好一出兄弟情深, 但是小绝, 长老怎么忍心罚你呢,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秦爵连忙说, 弟子不敢, 正说着, 姑红这个老毕灯突然出手, 给祭祠来了一个爱的灵力灌输, 秦爵见状赶忙上去扶住祭祠, 而祭祠捂着胸口, 感觉身上忽然变得好冷, 姑红冷冷地看着秦爵, 我们不舍得动你, 但这个祭祠本长老还是能处置一二的, 分言是个好东西, 可惜这个男人不要, 就在刚刚, 私奔的师兄弟俩回到宗门后, 万人迷得秦爵奖力热腾腾的洗澡水和干药一份, 而炮灰男配祭祠却被姑红一顿灵力输出, 祭祠捂住胸膛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此时的祭祠有一万只草泥马从脑海挑过, 泥马偏心也不是这么偏的呀, 恨不得自己化身脏骯把这老碧灯咬死, 秦爵见祭祠被揍, 于是不服地转身向姑红这老碧灯理论, 长老, 此时不公, 姑红发出一声失笑, 祭祠身为师兄非但不劝阻小辈犯错, 反而纵容, 甚至跟从, 难道不该罚吗? 秦爵手掌紧紧钻紧, 姑红仿佛没有看到依然冷漠, 你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祭祠以后就回自己的山峰, 你们关系虽要好, 但终日待在一处总归不妥, 秦爵恼怒, 推开姑红的手, 那长老们整日和弟子待在一处难道就妥当了吗? 这话一出, 此地寂静了不少, 此前一直没说过话的轻欲立马制止, 够了, 小爵, 然后冷冷地看着秦爵, 你是要逼姑红杀了祭祠吗? 秦爵抬起眸子看到了姑红眼底下的杀意, 再回头看了一眼受伤的祭祠, 也只能忍了下来, 弟子明白了, 说完他再看了一眼祭祠, 随后就踏上回风的台阶, 祭祠目送小师弟离开, 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该说不说的, 祭祠心里还是有点不爽的, 出宗门这个主意也不是自己出的, 怎么就单单处罚自己呢? 祭祠正想着, 只见姑红抬手施法, 场景瞬间变化, 那一刻祭祠跪在了一处华丽的汗白玉地砖上, 姑红神色冰冷, 就在这边跪着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起来, 说完转身便要离开, 怎料, 不能让自己受委屈的祭祠当机立断拉住姑红准备迈出去的腿, 长老, 我错了, 下次不敢了, 姑红一阵无语, 没骨气的东西, 小诀怎么会与你这种货色交好, 随后便迈开腿离去, 边走还边说, 就跪在这没我的允许不准起来, 姑红走后留下祭祠一个人可怜嬉嬉嬉跪着, 果然这老闭灯比狗还要狗, 居然还玩不起, 我都认错了, 还让我在这跪着, 七千二百秒过后, 鹅猫大雪中, 银妙凌男子容貌俊强, 跪在汗白玉地砖上, 任由冰雪落在他的头上和肩上, 当真是博偶经典情节, 本夕祭祠确实没有骨气, 他缩着身子连喷了好几个喷嚏了, 祭祠累汪汪地问头顶上的呆毛系统, 系统大佬, 我会冻死在这吗? 许久未出生的系统这时候冒了出来,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叮, 莫慌, 大不了重新练好, 听到这话祭祠吓得哆哆嗦嗦地便要站起来, 可能跪太久了腿一麻直接就往后倒去, 就在此时突然出现一只脚步驻要往后倒的祭祠, 祭祠偏头一看, 正好瞧见清玉长老一袭轻衣, 手中持一把竹伞, 目光温润地站在自己身侧, 清玉长老, 清玉微微汗手, 嗯, 是我, 我来看看你, 虽然清玉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这么一个风雪天, 这么一位吃伞轻衣人, 祭祠还是没忍住热泪盈眶, 真要感动吗? 只见清玉蹲下, 你别误会, 我只是怕你冻死了, 让我们背上残害徒弟的骂名, 此时祭祠头上一群乌鸦飞过, 正说着清玉无意间看到三个丑萌丑萌的雪人排成一排立在旁边, 祭祠看到清玉的目光看向自己无聊时堆的雪人, 完了完了, 忘记把这收起来了, 刀的, 一群老碧灯, 拍掉拍掉通通拍掉, 就在刚刚, 清玉发现祭祠没有好好悔过反而堆起了雪人, 还别说这雪人圆滚滚丑萌丑萌的还挺好看, 清玉故装严肃, 你不虚心受罚却在这玩乐, 就不怕我告诉孤红吗? 一向没有什么尊严的祭祠立马承认错误, 在认诵这方面, 他称第二诀没有人敢认第一, 清玉看祭祠一脸严肃, 便憋不住笑, 看把你吓得, 逗你玩呢? 文言祭祠松了一口气, 长老下次可不敢开这种玩笑了, 暗胆小, 都要吓死宝宝了, 清玉没有理会故装可怜的祭祠, 好奇地伸手去戳了戳向情绝的雪人, 你别说, 捏得还有那么点意思, 你几时有了这样的手艺, 祭祠干大地挠了脑脑袋, 弟子方才有些烦闷, 不知不觉就捏出来了, 于是就向清玉介绍起来, 这个是小师弟, 这个是您, 那边的是韩生长老跟孤红长老, 清玉看着一脸纯真的祭祠介绍着, 神情有些复杂, 你不怨我们吗? 祭祠身体微微一僵, 随后一本正经地说不愿, 这次本就是我没能及时劝阻师弟下山, 长老惩罚我也是应该的, 所以我捏了代表长老们的雪人在自己面前跪下认错, 而内心他都想咬人了, 我又不是傻子, 我怎么可能会当着他的面骂孤红那个老臂登完不起, 随后立马笑眯力地对清玉说, 如今您能过来跟弟子说几句话, 弟子就已经很高兴了, 面前的清玉不知道脑补了些什么, 竟然说了句, 委屈你了, 祭祠仍然表现出乖巧的孩子, 毕竟是弟子犯错在先, 没什么好委屈的, 心里却疯狂吐槽, 你要真觉得委屈, 就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光说不做算什么英雄好汉, 正想着便看清玉脱下自己的披风, 表示会在孤红长老面前帮忙求情的, 随后将披风劈在祭祠身上, 在那之前只能再委屈你一会儿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便转身离去, 看着清玉的背影, 祭祠脸上可怜的神色便消失殆尽, 他摸着肩膀上的披风, 心说早该给他劈上了, 祭祠跪了一会, 将披风裹住自己, 缩着身子瑟瑟发抖, 好冷, 不会要被冻死吧, 祭祠越想越来气, 于是伸出自己的小爪子拍向几个老壁跟雪人, 喵的, 壁群人渣, 真当老子没脾气是吧, 拍完之后心里不由的爽了几分, 这时呆毛系统又跳出来了, 丁, 你把他们拍碎了, 一会清玉回来你要怎么解释, 祭祠拍出去的手还没来得及收回就僵在原地, 对啊,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于是捡起一个刚被自己拍掉的雪人头奥脑, 真是给自己找罪兽, 没事堆什么雪人, 那个男人竟想把宗门长老按在地上摩擦, 不在刚刚, 被罚跪的受气宝宝对着雪人一顿疯狂泄愤, 发完泄的他还是得乖乖地跪着, 不知道又跪了多久的祭祠脑子开始混沌了, 感觉快撑不住之时, 他迷里呼呼地似乎听到了小师弟的声音, 似乎受伤不清的秦爵将祭祠搂在怀里, 祭祠这才慢慢有了私力气, 他睁眼看着秦爵, 师弟你怎么来了, 秦爵的声音非常平静, 抱歉, 来晚了, 祭祠刚想说没事不晚, 活落过来的身体就闻到了一阵血腥味, 他有些猛, 还起快要没有知觉地手往秦爵身上摸, 在对方胸膛上摸到了正在淌血的伤口, 血液粘稠滚烫, 祭祠大惊失色, 他们打你了吗? 秦爵将怀里的祭祠搂得更紧一些, 声音冷沉, 没有, 他们不会打我的, 只是他们在我住处加了劲指, 我因为太着急出来所以受了伤, 祭祠听到这才安心地在秦爵怀里睡去, 秦爵焦急地把了把脉后松了一口气, 还好只是冻晕过去吧, 秦爵无意间看到一旁神思自己的雪人, 将他拿在手中, 雪人身体圆滚滚的, 很可爱, 细看下来有些虎头虎脑的丑萌, 于是就注入一些灵气将他冰化使他不会化掉, 随后将他放在衣袖里, 然后就抱起昏迷的祭祀准备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清玉和孤红这两老地灯, 见到秦爵身上还有伤的孤红连忙问, 小爵, 你怎么会在这, 你还受伤了, 秦爵无视孤红, 抱着祭祀往前走, 只是平淡地说自己带师兄回去, 这点小伤不碍事, 孤红恼怒, 站住, 祭祀还在受罚, 你不能把他带走, 此时秦爵的目光也冷了下来, 路对孤红, 他已经跪了两个时辰了这还不够吗, 还是说你想借此机会发泄私惯, 孤红这老碧灯瞬间被对得哑口无言, 为了不破坏掌门的计划他只好忍了下来, 秦爵便抱着祭祀离开, 他们走后, 一旁的变态清玉上来添油加醋, 你看, 我早说小爵已经生出二星了, 先前你可见他对谁这样关心过呀, 孤红冷冷地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这个祭祀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竟能让小爵不顾性命地来救他, 清玉这个变态可能想到他之前在祭祀那一银的画面, 露出邪魅的笑, 称秦爵如果继续这样可能会扰乱他们和掌门的计划, 于是便想让孤红和自己一起找掌门将祭祀也耐入计划, 孤红恶狠狠地推开清玉的手, 是你自己看上祭祀了吧, 清玉见自己的私心一下被识破连忙解释, 我若有私心, 早就将他吃干抹尽了, 就不会跟你们商议了, 而孤红似乎没有兴趣, 这件事你去找韩生商议便是, 我帮不了你, 更不想帮你, 清玉冷冷地看着转身离开的孤红心里暗骂, 孤红, 你这种傲慢的态度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生厌, 而另一边的秦爵住处, 被秦爵抱回来的祭祀醒了过来, 我这是在哪啊, 身上好难受, 随后便咳嗽了起来, 正在这时秦爵端着一碗腰进来, 便急忙将虚弱的祭祀扶坐起来, 祭祀靠在床上有些疑惑, 我怎么在这, 你忘了, 你在孤公长老的血域里冻晕了, 是我带你回来的, 祭祀猛然想起来秦爵当时还受着伤, 连忙伸手去拉开秦爵的衣服看伤势, 秦爵连忙说自己已经无碍了, 祭祀气急败坏, 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秦爵只是轻描淡写说, 当时韩生长老说只要自己能突破这个禁止, 就准把你带回去, 听到这话祭祀心一凉, 那如果你没有成功破掉禁止呢, 秦爵感受着对方突然的战略, 唇角勾了勾, 那我就不知道你要跪到什么时候了, 被冻死也说不定, 祭祀有点气氛, 孤红这老碧灯怎么能这么针对我们, 都恨不得将这个老碧灯按在地里摩擦, 而秦爵不知道在想什么, 嘴里只是淡淡地说, 可能是因为极度吧, 那个男人几句话竟把小师弟的脸修成跟猴皮皮似的, 就在刚刚, 祭祀想不通为啥孤红这老碧灯处处针对自己, 秦爵告诉祭祀, 孤红自幼沿袭习五谷之术, 宾术法凶险没人敢接近他从而产生了极度之心, 也包括其他两位长老, 但他一直很期盼能得到别人的关心, 所以这老碧灯见不得别人被关心, 文言, 祭祀气鼓鼓地嘟着小嘴, 怪不得他看你为我求情的时候会那么生气, 原来这老碧灯是因为羡慕极度恨, 秦爵继续说, 不过没人敢接近他跟巫谷之术没关系, 是他本身性格有缺陷, 殷勤不定出而反而的, 秦爵觉得这老碧灯没啥好聊的就不说了, 便让祭祀摆药喝了, 祭祀结果一饮而尽, 差点把苦胆都苦出来了, 这要也太苦了吧, 秦爵拿出一个性肝直接往祭祀嘴里塞, 祭祀心里甜滋滋地握住秦爵的手, 小师弟, 你人还怪好嘞, 早知道这样, 之前就不骂你了, 秦爵有些惊讶, 你骂我什么了, 祭祀尴尬地挠了挠几天没洗的头, 当时你头也不回地说走就走, 以为你走开之后就不会来找我了, 心里就骂你是猪狗不如的畜生混蛋, 良心被狗吃了的神经病, 说着说着, 祭祀自己咯咯笑了起来, 秦爵也跟着乐和了起来, 嘴还挺立, 随后秦爵眼下谋中深色, 但你说的没错, 原本的确是不打算上赶着去除那些长老的眉头的, 但是转念一想, 有你在我行事会方便许多, 所以才找了寒生打赌, 此时祭祀尴尬地想着, 还以为这小子舍不得老子猜就老子的, 哼, 以后不跟他玩了, 但随后又问那寒生没拦你吗, 秦爵轻轻放下碗, 他拦了, 但是没有拦住, 刚刚还有点不爽的祭祀秒变花痴, 不愧是俺的小师弟, 棒棒哒, 整得秦爵一阵无语, 秦爵从衣袖拿出之前在雪地带回来的雪人, 对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 祭祀有些惊讶, 你怎么把这个带回来了, 我看这个跟其他几个都不一样, 以为你另有用处就带回来了, 祭祀接过这丑蒙丑蒙的雪人, 便胡扯了起来, 倒也没别的用处, 只是想见面的时候送给你, 虽然骂了你一顿, 但冷静之后, 我觉得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秦爵的脸突然红了起来, 像似被心上人在乎的那种羞涩, 奇怪, 怎么不然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 祭祀看秦爵把头转过去便关心, 小师弟怎么了, 随后把头凑到秦爵的耳旁见兮兮的问, 该不会是因为我的话感动到害羞了吧, 把秦爵说的原本羞红的脸变得更红了, 于是抢走祭祀手中的雪人, 东西我收下了, 你体内寒气未散需要静养, 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你了, 然后就麻热地跑出去了, 留下憨憨的祭祀一个人傻傻地乐着, 小师弟还真是纯情, 随便斗一斗就害羞成这样, 真好玩, 那个男人竟想将一把娘里娘气的剑拿来当老婆, 就在刚刚, 秦爵被祭祀聊得羞红着脸跑了出去, 他出门后看着祭祀做的雪人有些入神, 奇怪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在意祭祀的, 若是重生之前自己绝不会鸟他, 更不会惹怒韩生去救他, 但当时秦爵回到自己的山峰, 看到书架上的内核秘箭之后, 心中又莫名的有些顿痛, 他竟忽然觉得如果祭祀现在死了,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他, 秦爵想想有些怕怕的, 这可不是什么好造头, 而另外一边的韩生住处, 清玉正给韩生上药, 因为之前和秦爵打赌, 结果韩生被秦爵所伤输了赌约, 上完药之后两个老闭灯就开始议论起了秦爵, 清玉问韩生近日是不是玩得太憨疏忽了修行, 不然怎么会被秦爵这个原因期给伤到了呢, 韩生则不承认, 并非我疏于修炼, 而是小爵在故意隐藏实力, 清玉这变态文言惊讶, 你的意思是小爵有意隐瞒实力, 韩生阴沉说道, 你先前所猜没错, 如今小爵已生反骨有了忤逆之心, 很有可能会破坏掌门的计划, 而清玉这变态不知想到了什么阴孝着, 那师兄你是同意让祭祠也加入计划之中, 韩生则说别急, 这件事尚不明确还需调查再做打算, 忽然他睁开眼冷冷地说, 培养秦爵多年如果就这么放弃的确可惜, 但一切以掌门计划为重, 你的提议我会考虑的, 这秦爵到底还有多少事隐瞒着我们, 半个月后, 休息了半个月的祭祠觉得无聊便拿起折柳键练了起来, 这时秦爵刚从外面回来见祭祠在练剑, 于是有些恼怒, 师兄, 你怎么在这, 不是让你休息吗, 祭祠见秦爵回来便停下手中的动作, 我躺着无聊, 想活动一下, 而且马上就圣缘大底, 之前不是答应要拿下名次, 把奖励的法器送你吗, 而秦爵气呼呼地抢过祭祠手中秀起的折柳键, 法器什么的不要也罢, 你的身体最重要, 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于是就把折柳键往地上一扔, 折柳键也有脾气的, 休了一下转了个弯便冲向秦爵, 敢把俺当垃圾一样丢了, 你胡闹什么, 万一弄伤小师弟怎么办, 信不信我把你丢到灵剑炉里容吗, 被教育一顿的折柳键挥溜溜地回到剑桥中, 看着这么有灵性的折柳键祭祠开心地笑, 行了, 看在你是出饭的份上饶你这一次, 随后这憨憨又没忍住和秦爵炫耀了起来, 这剑铃还挺有趣的, 小师弟你说剑铃有没有人形, 要是有的话是男的还是女的, 能不能给师兄当老婆, 而似乎对着柳剑吃醋的情绝不耐烦地推开祭祠的手, 师兄想逃老婆下山就是了, 何必执着于没有尸体的剑铃呢, 随后祭祠又剑兮兮地拉着祭祠的胳膊撒娇, 我才不下山呢, 我舍不得你, 我要留在山上陪你, 忽然背后出现一个身影, 祭祠你在干什么, 祭祠猛然回头, 孤红这老碧灯正用一种犀利的眼神盯着对方, 祭祠按摩坏了, 这老碧灯怎么来了, 那个男人不但敢怒对宗门长老, 还憋着坏响整股宗门长老, 就在刚刚, 师兄弟二人正在打情骂俏之时, 孤红这个老碧灯突然出现在二人身后, 把祭祠惊得冷汗直冒, 孤红长老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冷硬, 带着嘶嘶阴堵, 怎么, 看到我很惊讶吗, 祭祠连忙摆手, 哪里的事, 孤红长老能来光临寒舍, 弟子当然非常开心, 心里却暗骂孤红这老碧灯, 我他喵开心个屁, 真恨不得把这个老碧灯脑袋开瓢, 孤红腻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信没信这个说辞, 便冷冷地说道, 不是让你搬离小绝的山峰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 祭祠赶忙故装头晕, 这不是伤还没好吗, 实不相瞒, 我现在都还有点头晕, 心里却暗自调皮了起来, 俺就住, 俺家小师弟就愿意跟俺住在一起, 你能把俺咋地吧, 略略略, 孤红死死地盯着祭祠, 声音音冷, 你的意思是非得让小绝来照顾你吗, 你也配, 祭祠一顿, 心里越发讨厌这个老碧灯, 便也在懒得克制, 直接怒对, 怎么, 小师弟和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都是人吗, 不都是道宗弟子吗, 祭祠越想越来气, 于是便越说越大声, 难不成在孤红长老眼里, 除了情绝, 其他弟子的命便不是命了, 孤红长老面色一致,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 祭祠今天是活出去了, 冷冷地说, 在弟子看来你就是这个意思, 孤红一时背对得哑口无言, 心里想着, 这个祭祠几时变得如此牙尖嘴利了, 不过他说得倒也不错, 小绝对整个宗门而言, 的确是最特别的内容, 祭祠看孤红这老碧灯一时间没说话便继续说, 长老怎么不说话了, 是理亏了吗, 奸诈的孤红不想和他说这些了, 便转移话题道, 修行之人连这点风雪都担不住, 你这么多年是吃白饭的吗, 文言, 祭祠一顿, 表边乖宝宝, 对啊, 孤红长老你怎么知道, 弟子烧的白米饭可好吃了, 你要不要尝尝, 孤红瞬间无语, 看着对方忽然变回吊儿锒铛的模样, 他觉得自己越发看不透这个弟子了, 特别是那日, 清玉竟然到他面前来向祭祠求情, 清玉不是向来不会管除小绝之外的人和事吗, 想到这, 孤红便是一阵气愤, 上前便拉住祭祠的衣领充满压迫感地挺着祭祠,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 但你若继续不识规矩任意妄为, 到那时, 本长老会亲手除掉你, 祭祠瞬间被一股杀气笼罩, 好强的杀意, 如果不是碍于宗门规矩说不定他真会杀了我, 孤红说完便把祭祠往后一甩, 一旁的情觉见状赶忙扶住往后倒的祭祠, 随后孤红便拿出一块灵石往地下一丢, 承戒之士本长老确实有些过目, 这是给你的补偿, 说完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 祭祠看着手上那块上品灵石, 挑了一下眉, 这老毕灯该不会以为这件事凭借一块上品灵石就可以全部翻篇了吧, 祭祠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上扬, 便问一旁的情觉圣元大典什么时候开始, 情觉一脸猛, 应该是在下周, 那说说的今年还来吗, 情觉一脸一过, 应该是来的, 不过也无非是说些历届的过往事迹, 师兄问这个做什么, 祭祠露出坏坏的笑容,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七日后, 圣元大典如期而至, 这是全修仙界年轻一辈的盛事, 基本没人会放过这个杨明立万的机会, 祭祠当然也是如此, 不过, 他不仅是要帮自己杨明还要帮孤红长老杨明, 光是想想, 祭祠就觉得开心, 祭祠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哇, 这就是圣元大典的会场吗, 好热闹啊, 对了长老们呢, 而一旁的情觉指了指天空说, 应该还在会客, 他们一会儿会坐到那上面去, 祭祠顺着方向看去, 他立马眼冒猩猩, 真壮观, 真奢华, 真有钱啊, 心里却憋着坏, 这么醒目的位置, 要是到时候有谁出了丑, 嘿嘿嘿, 一旁的情觉见祭祠如此激动便问, 师兄也想上去吗, 祭祠唇脚微弯, 我吃饱了撑的才会到那里去坐着, 那么多人看着呢, 祭祠舔了舔嘴唇又问, 对了, 说书先生在哪啊, 我去打个招呼, 情觉指向一个方向, 在那边, 不过你要快点回来, 马上就要开始了, 祭祠便喜滋滋地顺着方向寻去, 留在原地的情觉一脸疑惑, 他怎么这么高兴, 是想干嘛, 不红做梦也想不到祭祠拿着他给的零食炒他的绯闻, 就在刚刚, 祭祠憋着坏喜滋滋地往说书先生的方向走去, 没过多久祭祠就来到一座黑娃的小房子, 便问小二圣元大典的说书先生是否在此, 小二见是来找张先生的, 便客客气气地指向房内, 张先生正在屋内休息, 右拐第二个房间就是, 祭祠摆手道谢便走向屋去, 而此时一位身穿一袭长马挂的说书先生张绍远正在屋中看书, 没过一本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请问说书的张先生是在此吗, 我是道宗弟子, 有点小事找您, 张绍远虽有疑惑但听是道宗弟子便让其进来, 毕竟道宗可是三宗之首, 祭祠得到阴允后忙不迭地从门外进来, 再小心翼翼把门关上, 一系列动作跟做贼似的, 随后客气说道, 张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休息了, 见识个俊俏的小郎君, 张绍远微微诧异了片刻抿了抿唇, 无妨便示意让祭祠坐下, 不知小仙师找我所为何事, 祭祠落座后些许紧张, 其实没啥大事, 就是我们宗门有个老闭灯的长老他非常, 祭祠便趴在张先生的耳旁, 几乎把所有用来形容坏人的词用在孤红这个老闭灯上面, 把这个老闭灯苗绘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听得张先生十二皱眉十二点头的, 祭祠喋喋不休了七千二百多秒, 满屋子飘的都是祭祠的唾沫星子, 说完愤怒的都忘了自我, 跟个地痞流氓似的把一只脚往凳子上一踩, 你说他做得是不是很过分, 张绍远看着这同刚刚进门时判若两人的祭祠, 小仙师先消消气, 这位长老确实处理的有些偏颇, 但是这个你找我有什么关系吗? 祭祠诚恳地说, 希望张先生能在圣缘大典的说书环节中, 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这件事宣之于众, 这话落下, 张先生原本感动同仇敌开的表情立刻消失了, 他严肃地说恐怕不妥, 道宗是三大宗门之首, 长老更是手眼通天, 他一介草民可不敢冒犯修仙大能, 祭祠将先前孤红老必顿给的灵石拿出来, 一脸正直地塞进张先生的手里, 这样可以吗? 张绍远确定了这灵石是上等品之后, 瞬间就换上了正义的表情, 便起身一礼, 小仙师说得对, 不能让此等祸害继续祸害我们修真剑, 你放心, 我定会揭露出他的真面目, 祭祠听后心中一喜, 而后热泪盈眶地道谢, 张先生笑嘻嘻地把灵石往自己衣袖一放, 便开口, 此举乃为大意, 祭祠听后一阵无语, 这人还真是翻脸比翻书都快, 祭祠离开说书先生张绍远那里后, 神清气爽地哼着歌走在回去的路上, 真没想到那个说书先生这么容易搞定, 一会可有热闹可看了, 突然耳旁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 原本祭祠还不太敢相信, 心说这大赛在即, 还有人跑到这里来打野战, 祭祠好奇地朝着声援方向看了过去, 随后被狠狠地落了眼睛, 只见胡岸上一块大石头后面, 两具白花花的肉体此刻正交缠在一起, 祭祠顿时感到一阵惊讶, 这也太, 正想着, 突然一个红色的身影蹦了出来, 在看什么呢, 我警告你, 不要侮辱我们之间纯洁的情谊, 否则我要你好看, 就这刚刚, 祭祠从说书先生那边神清气爽地哼着歌往回走时, 遇到一对不知羞耻的人, 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好奇心作祟的祭祠便过去瞄了一眼, 随后被狠狠地落了眼睛, 就在这时突然一个红色的身影蹦了出来, 祭祠定睛一看有些惊讶, 发现居然是自己的老熟人, 玉池你怎么在这, 一头卷曲的金发高鼻深目的玉池, 文言博纯扯开露出一个笑容, 自然是来参加圣元大典的, 毕竟我今年才二十也是年轻一辈的了, 听到这话祭祠鼻子都惊掉了, 咦, 二十? 俺弟亲娘爱, 他是吃了催化剂吗? 我还以为他三十多了, 没想到居然跟我童年, 玉池看祭祠一脸不幸的样子有些伤心, 可怜巴巴地说, 难道我看起来很老吗? 祭祠见去玉池那伤心的样子心虚地挠了脑脑袋, 那倒不是, 就算稍微显得成熟一丢丢, 玉池挑了挑眉, 茶里茶气地问刚刚你鬼鬼祟祟地看什么呢? 听到这话, 祭祠一时间神色复杂, 尴尬地把玉池推走, 没什么, 我们去那边聊, 玉池非常好奇, 甚至跃跃玉池想去看看, 祭祠连忙把他推走, 走吧没啥好看的, 玉池只好作罢, 二人走到一条灵间小道上, 玉池好奇地问, 祭祥有平日里不是和小师弟关系最好吗? 今天怎么没看到他? 一听玉池提起情绝, 祭祠一下子就警惕了起来, 你问我小师弟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小师弟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 玉池有点好笑后挑了下眉, 谁说我喜欢你小师弟了, 我就不能喜欢你吗? 他语气越发轻挑暧昧, 十足时的挑动, 但祭祠大概是脑子里天生缺根开窍的精, 皱了皱眉便说, 可别胡说八代, 开什么玩笑你看上我, 你可别恶心我了, 我可是喜欢女孩子的, 听前一句话的时候, 玉池还颇有些无奈, 气壮地说他重伤出于身子弱, 我身为师兄照顾他一下不行吗? 祭祠奇怪地看着玉池, 你该不会以为我喜欢我家小师弟吧? 玉池笑了笑, 那不然呢? 祭祠急得当场就跳了起来, 我警告你, 不要侮辱我们之间纯洁的情谊, 否则我要你好看, 玉池往后退了几步, 抱歉抱歉, 是我误会了, 只是没有想到而已, 毕竟祭祠和情绝那么亲密他难免多想, 祭祠深感受辱, 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我要回去了, 不跟你玩了, 你不许跟来了, 玉池望着他离开的方向, 祭祠啊祭祠, 你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但你那位小师弟对你可不是这么想的, 画面一转, 祭祠回到圣元大典赛场, 望了半天, 奇怪, 小师弟去哪了, 忽然听到情绝喊他, 他立马转身望去, 小师弟你上去擂台干什么, 情绝从擂台上缓缓走下来, 没什么, 上去试试场地顺便比划了两下, 师兄怎么才回来, 祭祠有些郁闷, 别提了, 遇到了个凡人精, 秦爵刚要问是哪个凡人精, 便看到紧随其后的玉池挥着手向他们打招呼, 秦爵看到玉池脸立马冷了下来, 他怎么来了, 祭祠看着那凡人精, 他也是来参赛的, 你别看他这样, 他今年也才二十跟我同年, 见玉池向他们走来, 祭祠有些恼怒, 坏了, 他往这边来了, 于是便拉起秦爵的手就跑, 不是吧, 这个男人也太快了吧, 就在刚刚, 祭祠回到圣元大典赛场之时, 凡人精玉池也紧随其后, 于是祭祠便拉着秦爵就跑, 祭祠看到前面好像有卖米糕的就拉着秦爵往那跑去, 秦爵任由祭祠拉着他去, 祭祠向老板买了两份米糕, 满是兴奋的说, 他家的米糕特别香, 小师弟你也尝尝, 秦爵疑惑的瞥了祭祠一眼, 师兄你拉我过来不是为了躲那个叫玉池的吗? 祭祠拆开一个米糕便往嘴里炫, 嘴里还嘟囔着, 都一样, 反正那凡人精也没追过来, 再说大典马上就开始了, 祭祠像是有预知能力地说, 万一抽到第一个上场,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祭祠正啃着忽然旁边有人喊他们, 大师兄, 小师弟, 开幕一事马上就开始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下清狱长老让我喊你们回去? 于是秦爵忙不迭地拉着祭祠就往圣元大典赛场走, 画面一转来到赛场, 各宗门大人物门俯视台下的重参赛者们, 祭祠肚子饿得咕咕叫, 根本无心听长老叨叨, 他捂着咕咕叫的肚子嘟囔着, 又是又臭又长的领导讲话环节, 不知道要在这站多久, 饿死了, 心里想着反正这里这么多人, 长老们应该不会注意到我吧, 于是便偷偷掏出刚刚没吃完的米糕一股脑都往嘴里塞, 结果因为吃得太急一下子把自己噎得半死, 一旁情觉见状赶忙关心祭祠, 而后连忙拿出水杯, 师兄, 喝点水, 祭祠接过水杯就往嘴里猛灌, 这一场景正巧被台上的孤红这老壁灯瞧得正着, 心里暗骂祭祠故作丑态, 看着他们正亲密的样子, 心里想着, 小诀怎么会被这样的人吸引, 七天二百秒后, 等长老的一系列鼓吹动员完事之后, 就到了抽签的时候, 祭祠等得哈欠连天, 韩生长老也太能说了, 他再说下去我都要睡着了, 终于轮到了祭祠抽签, 结果定睛一看祭祠惊得说不出话了, 闭旁的秦爵看了一眼祭祠手中的千千也跟着惊, 假等一场, 师兄你要第一个上场, 祭祠惊恐地看着手上的千千, 是啊,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 我这下要第一个丢人现眼了, 随后吐槽自己真是个乌鸦嘴, 秦爵看着一脸紧张的祭祠便拍着他的肩膀安慰, 别太紧张, 尽力就好, 祭祠看秦爵安慰自己, 于是便感动地搂住秦爵, 两人面颊紧紧贴着, 小师弟你也太好了吧, 把秦爵搞得一脸羞涩, 三千六百秒后比赛开始, 祭祠手握着柳剑, 抓住擂台边缘一撑, 一跳, 干脆利落地翻上台, 上台的瞬间祭祠便感觉到周围嘈杂的人生明显变小了, 应该是设置了隔音捷径, 祭祠同时还吐槽了下对面的那小子翻得没有他帅, 紧接着, 他定睛一看, 随后眼前一亮, 笑着说, 唐紫诚是你啊, 太好了, 对面的唐紫诚看着祭祠在笑变恼火了, 你这笑是什么意思, 是觉得我很弱吗, 祭祠心虚地说道, 你别激动, 我不是这个意思, 唐紫诚恶狠狠地盯着对面的情绝, 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 随后台上响起裁判的声音, 请双方选手做好准备, 双方注意安全比试点到极致, 率先夺得或击碎对方流离珠者胜, 唐紫诚语气严肃地对着祭祠大喊, 虽然不知道你修为如何, 但这场我一定会赢, 见状, 祭祠便也收回了吊儿锒铛的状态, 是吗, 那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瞬, 战鼓声响起比试开始, 只见唐紫诚使出九重天剑法飞快的攻向祭祠, 那个开挂的男人竟吊打九重天少主, 就在刚刚比赛开始, 我们的憨憨祭祠就不幸抽到第一个上场, 有些丧气的他定睛看了一眼对手而后眼睛一亮, 原来对手竟是许久未见的老乡师唐紫诚, 虽不知他的修为如何, 但他与小师弟同岁应该很好拿捏, 只见唐紫诚使出九重天剑法飞快的攻向祭祠, 他收起了吊儿锒铛的状态, 九重天剑法迅猛攻势极快, 道宗则是攻防相加防守皆宜, 打斗时如温水般不急不躁, 祭祠拔出折柳剑吃力地抵挡住了唐紫诚的猛攻, 心里暗想着这唐紫诚看似软弱无力, 没想到还有点手段是自己轻敌了, 唐紫诚见祭祠抵挡得有些吃力便得死起来了, 怎么了, 看到本少主的本事, 得意不起来了, 祭祠仍抵挡着唐紫诚的攻势嘴里也叫嚣着, 没什么, 只是你比我想的稍微强那么一丢丢, 有点意外罢了, 被轻视的唐紫诚更加愤怒了, 敢轻视我, 那就让你看看本少主的手段, 于是持剑继续向祭祠猛攻而去, 祭祠仍然轻易就抵挡住了, 唐紫诚试过无数次竟然都无法攻破祭祠的防守, 更重要的是, 对方步伐格外轻快训解, 没有丝毫吃力的迹象, 祭祠见唐紫诚用来用去都是这一招便问, 怎么还是这一招我已经领教无数遍了, 而此时唐紫诚嘴角微微一扬, 快速从祭祠身后闪过攻向他, 你输定, 结果祭祠悬身避过他的这一招向后撤去, 唐紫诚摸了个空, 祭祠从另外一侧冒了出来拍得下唐紫诚的肩膀, 隔在这呢, 唐紫诚一场恼怒, 你就只会躲避吗懦夫, 听见这话, 祭祠分毫不恼, 年轻人火气别那么大, 你打够了吧该换歌了, 于是祭祠拿起折柳剑用力一剑辟出, 唐紫诚用上吃奶的镜才抵挡住了祭祠的这一剑, 好重的一剑, 这就是道宗剑法的实力吗, 不服气的唐紫诚仍然叫嚣着, 不过是空有蛮力罢, 就这点本是休想淫雾, 便持剑继续攻向祭祠, 不曾想刺出去的剑被祭祠的折柳剑的柳枝给缠绕住, 唐紫诚一下下巴都惊掉了, 这是什么鬼, 唐紫诚这才意识到自己恐怕是被对方玩弄在掌心, 顿时更加气恼, 一时间完全失了分寸, 祭祠见状一个闪身身手便轻松地将唐紫诚的琉璃珠拿了下来, 祭祠笑着拿着琉璃珠, 怪不得你小子说自己一定会赢, 原来你把这琉璃珠藏在自己腰带的缝隙, 输了笔事的唐紫诚更加怒了, 恶狠狠地指着祭祠, 那是出招时不小心卷进去的, 要说藏的人是你才对吧, 你的琉璃珠我到现在都没找到, 祭祠很无辜地指着内部, 我一直放在这呀, 你没发现怪我咯, 唐紫诚一阵无语, 随后便传来裁判的声音, 假等一场获胜者祭祠, 祭祠欢快地白手道谢, 而唐紫诚丧心地蹲在一旁, 祭祠见状心里有些不忍, 于是便蹲在唐紫诚旁边安慰, 只是一场出赛而已, 怎么这么失魂落魄的, 要不带回下场之后, 我站在那让你打个够, 唐紫诚则称自己既不如人, 无需如此, 祭祠拖着下巴看着唐紫诚挑了挑眉头, 嘴里小声嘟闹着算你识相, 唐紫诚气鼓鼓地转过头, 你说什么, 祭祠故装无辜, 我说, 你既然天象, 另外一边的姑红看着获胜的祭祠心里暗想, 九重天少主的剑术在年轻一代也算数一数二了, 怎如此轻易败在祭祠手下, 然后撇向一旁的清玉, 难道真如清玉所说, 是我们低估了他的实力吗? 拍了挂了他轻轻松松就打败了九重天少主, 惹得观看台上的姑红一阵怀疑他是隐藏了实力, 这场比赛结束得极快, 几乎是压倒性的胜利, 等到祭祠下场的时候, 周围群众的欢呼声都快把祭祠给淹没了, 祭祠倒是冷静得不行, 他走到秦爵边上摇头洋装叹息, 这些观众真是的, 只是一场小小的出赛而已, 杭子晨又不是什么多厉害的人物, 至于兴奋成这样吗? 秦爵唇脚微弯, 杭子晨是九重天少主, 这次比赛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 结果他在第一场读输了, 文言祭祠还是不太能理解, 少主怎么了? 少主就一定能赢吗? 然后他眼珠一转, 来到秦爵耳旁小声嘀咕着, 你看孤红长老整天牛逼哄哄的样子, 别人以为他有多厉害呢? 还不是要被掌门压在手底下, 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坚硬的东西从上方落下来砸到祭祠的脑袋上, 力道极大掺杂着灵力, 打得祭祠嗷嗷乱叫, 他骂了一句谁呀这么没礼貌, 高空抛物会死人的好不好? 秦爵叹了口气, 你不要乱说话, 而祭祠蹲下捡起刚刚砸到他脑袋的枣, 这么好的枣就这么丢了多浪费啊, 幸好没到三秒还能吃, 一旁的秦爵看向观看台上, 此时观看台上的孤红也正一脸阴沉地看着他们, 秦爵赶忙拉住祭祠的小手, 别吃, 那是孤红丢下来的, 祭祠听后便连忙将要往自己嘴里塞的枣子丢了, 然后直呼晦气, 秦爵看着慌张的祭祠, 可能是看你方才表现得太亮眼, 所以分了一缕神识下来结果正好听见你说他坏话, 话音刚落祭祠连忙躲在秦爵身后, 那老碧灯现在还在看我吗, 秦爵用了一秒的时间辨别出这个老碧灯是指孤红长老, 还一阵无语, 你这么称呼他, 难道还想被罚, 祭祠则握紧小拳拳, 谁让这老碧灯出而反而玩不起的, 就在这时, 另一个擂台上围满了吃瓜群众直呼打得好, 祭祠好奇地问, 那边什么情况, 好热闹啊, 秦爵也看向那边, 这是同时间的另一场比试, 这次来参会的人很多所以设了两处擂台, 祭祠拉住要继续向前走的秦爵, 小师弟,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比试啊, 秦爵一脸疑惑, 我是第九场, 应该还有一会儿, 祭祠便兴奋地拉起秦爵, 太好了, 走咱们也去看看热闹, 台上正是一曲金发的玉池, 祭祠看着台上的玉池略微惊讶, 原来这凡人精也是这个时候打比赛啊, 秦爵对玉池没有好感, 拉着祭祠就要走, 但是祭祠明显很感兴趣, 他死活赖在原地不动, 等一下让我观摩观摩西域剑法, 玉池手中拿着的正那把火红零件格外的威武霸气, 祭祠眼馋得不行, 小师弟你看那把剑也太帅了吧, 秦爵一阵无语, 没过多久玉池便轻松打败对手, 台上的玉池瞥了一眼他们而后便眼睛一亮, 祭祠连忙拉住秦爵, 糟了, 被凡人精发现了赶紧走, 玉池迅速从擂台上一跃而下拦住二人, 祭祥有事特意来看我比赛的吗? 祭祠连忙摆手, 不是, 我们就是随便转转, 既然你已经比完了我们就不打扰了, 随即转身便要走, 谁知一只手被玉池死死地拉住, 请你记住, 你没有任何资格和立场来和我争, 就在刚刚, 刚比试完的憨憨祭祠碰巧遇到凡人精玉池也正在比试, 结果祭祠被玉池那把威武霸气的火红零剑眼馋得走不动道, 刚赢得比试的玉池看到祭祠他们正在看自己比试, 祭祠眼见被这凡人精发现, 于是便拉着情绝就要溜, 玉池赶忙纵身一跃拦住二人, 他迅速地拉住祭祠的手声怕他溜掉, 然后凑到他身旁表情和动作十足的暧昧, 季小友也是来参赛的吧, 不如我们切磋一番如何, 祭祠先惊讶而后跃跃欲试, 我们俩切磋吗? 玉池对祭祠眨了眨眼, 对啊, 我不仅擅长剑法, 刀法也用得不错,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打一场? 祭祠进入了沉思, 小师弟之前说过, 玉池的修为不低, 切磋一下应该有益于提升自己的剑法实战能力, 玉池正准备答应之时, 一旁酸溜溜的秦爵拔出玉霞剑指着玉池, 请放开你的手, 玉池举起双手看向祭祠, 季小友看来你这位小师弟对我颇有成见, 我们只能之后再切磋了, 随后秦爵收起玉霞剑声音冰冷, 师兄我们走, 秦爵正和玉池插肩而过之时, 耳边传来玉池带着挑衅的声音, 我还以为上次说完你会有所改变结果还是这样执迷不误, 秦爵依然冷着脸霸气回应, 那是我的事, 请记住你没有任何资格和立场来和我争, 随后便拉着祭祠离开留下一脸阴沉的玉池, 转眼间秦爵拉着祭祠回到道宗弟子的居住, 因为这个玉池神出鬼没的, 秦爵怕他又去勾搭祭祠, 所以便把祭祠拉到道宗弟子的住处比较稳同, 祭祠很适疑或拉自己来这干嘛, 表示自己还要看秦爵比试呢, 秦爵则很平淡的说, 师兄是觉得我会输吗? 憨憨祭祠连忙摆手, 不是那个意思, 小师弟你这么强不管遇上什么对手肯定都能一件解决的, 秦爵表示既然是一件解决就没什么好看的, 祭祠觉得好像挺有道理的只好答应留下, 然后这个没有任何情商的憨憨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小师弟你刚刚跟玉池说要一起争什么来着, 闻言秦爵很明显的脸一红, 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我有点饿了, 相比是回来后吃你做的菜, 祭祠这个憨憨丝毫没看到秦爵脸上的羞涩, 听到秦爵想吃自己最拿手的菜便开心的像的孩子, 小师弟你放心理事, 我保证你回来就能吃到美味的菜油, 不然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解释, 画面一转比试开始, 擂台之上有两人持剑对峙, 只见秦爵踩了一下地面, 刷了一声便提着玉霞剑向前冲去, 对手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见自己的琉璃珠破碎, 假等酒场秦爵胜, 这碾压性的战斗让秦爵觉得无聊, 他便迅速离开擂台准备回住处, 就在此时韩生出现拦住秦爵, 韩生上来就关心, 小爵,你辛苦了, 秦爵有些意外, 心想着韩生怎么从台上下来了, 韩生见秦爵没有说话便继续开口, 小爵, 我有点是想问你, 跟我过来一趟可以吗, 他没有想耍什么手段, 搞错了, 再来, 你有病啊, 不讲武德还搞偷袭, 就在刚刚, 为了能够早点回去吃上大师兄做的美味菜肴, 秦爵完全不给对手还手的机会一击就将对手打败, 轻松赢得比试的他片刻都不想停留直接跳下擂台, 怎料被从观看台上下来的韩生拦住了去路, 韩生长老表示有话和秦爵谈, 让秦爵跟自己走一趟, 秦爵有些疑惑, 不知他们又想耍什么手段,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一间小茶楼里, 两人刚落座, 一秒钟都不想和韩生多待的秦爵马上开口, 长老有什么话直接问就是了, 弟子明日还有鄙视, 想早些回去准备, 韩生见秦爵有些不耐烦于事便直接开门见山, 今日祭祠的表现让我有些意外, 所以想问问有关他的事情, 秦爵心惊这变态打听祭祠作甚, 嘴缺淡淡说祭祠为了这次大会一直很努力, 有亮眼的表现也是应该的, 韩生则说祭祠这段时间进步如此之大, 不知你可否愿意与他一同修行, 闻言秦爵脸一冷, 他放下手中茶杯, 长老的意思是, 韩生直接说若你同意的话, 我等愿意将祭祠也收入那门传授功法, 闻言秦爵故装愤怒, 长老, 是弟子最近哪里做得不好吗? 心里却想着, 果然这些变态他们准备要对祭祠下手了, 韩生见秦爵生气连忙解释, 小爵, 你别误会我们只是不忍浪费祭祠的资质, 当他败入那门只是与他传道授业仅此而已, 秦爵故作镇定起身, 长老们愿意让大师兄入那门是件好事, 但大师兄生性好自由, 若是强求恐怕会适得其反, 随后客气地给韩生到了一杯茶, 但弟子觉得还是维持现状会比较好, 韩生则表示秦爵的提议自己会考虑的, 便让秦爵先回去休息, 心里却想着, 没想到小爵对祭祠入局这么抵触, 此时还是等掌门回来再定夺吧, 秦爵起身客客气气地告辞, 而转身的那一刻他脸立马阴沉了下来, 他们居然这么迫切想对祭祠下手, 我得想办法给他另谋后路了, 另外一边, 祭祠做了满满一大桌的美味, 还不要脸的自夸, 不愧是我, 这么久没做饭还能做得这么好, 正当祭祠称赞自己厨艺之时,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阴阳怪气的声音, 哟, 又给你的小师弟做饭了, 给胆小的祭祠吓得冷汗直冒, 他转头看到原来是这凡人精玉池才松了一口气, 而后这憨憨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恶狠狠地看着玉池, 我告诉你, 别想打鬼主意, 这些菜都是给小师弟做的, 玉池白手表示, 放心, 君子取之有道, 我对你的菜虽然感兴趣, 但也不会勉强, 祭祠想到上次这凡人精就是不要脸的抢自己做的菜, 有些谨慎地问, 那你过来干什么, 玉池有意将他那把宽宏的大宝剑举到祭祠面前, 趁着你小师弟不在, 跟我切磋一下如何, 你赢了我就把这把剑送给你, 言言祭祠立马眼望星星口水都快流出来, 真的可以送给我吗, 玉池看透了祭祠的小心思得意地说, 那当然, 不过祭祠想想小师弟快回来, 于是便收起那贪婪的眼神, 傲娇地说, 你白给我我也不要, 你觉得你小师弟比我更厉害, 那当然, 我小师弟可是, 祭祠正准备用一万多个词来夸自己小师弟, 只见气呼呼的玉池拔出大宝剑就往祭祠身上招呼, 幸亏祭祠反应得快闪过这一击, 祭祠恶狠狠地看着玉池, 喵的, 你有病吗, 不讲武德搞偷袭, 小师弟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在刚刚, 玉池这个凡人精竟然搞偷袭, 他拔出那把大宝剑就往祭祠身上招呼, 幸亏祭祠反应得快躲过这一击, 祭祠恼了, 你来真的是吧, 刚要拔出他秀起的折柳剑之时, 玉池后面的门突然被踹开, 一把锋利的灵剑搜了一声往玉池屁屁飞来, 玉池按道不好, 转身用大宝剑挡住了灵剑的攻击, 来人正是刚从茶楼回来的秦爵, 他接住飞回的玉霞剑恶狠狠地看着玉池, 你擅闯道宗弟子的居所就不怕被剥夺比试资格吗, 而一旁的祭祠剑是秦爵回来立马上前关心, 小师弟你回来了, 怎么样, 没受伤吧, 玉池见祭祠这么关心秦爵, 一脸不爽, 我们只是按照之前所约定好的才来到这里切磋, 也不算是违反大赛规则, 这话一出祭祠急了, 谁跟你约好了, 是你自己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 然后还偷袭我, 他怕爱吃醋的小师弟生气连忙解释, 你可别信他的, 我可跟他没有什么约定, 玉池见祭祠如此, 气得跺了跺脚, 祭小友我们明明说好了, 怎么你小师弟回来你就变卦了呢, 于是故装委屈地哭了起来, 真是太让人伤心了, 而祭祠已然不吃他这一套, 他恶狠狠地盯着玉池, 你别来这一套, 谁跟你说好的了, 玉池见撒娇卖蒙对祭祠没用, 于是便跳上围墙, 他嘴角一弯说道, 既然今日不变, 那我们改天老地方见语, 祭祠气得差点蹦起来拍他的膝盖, 你这个混蛋, 谁跟你有老地方啊, 你便老子回来解释清楚, 说着便要追上去找他礼物, 一旁秦爵拉住他, 师兄别追了, 憨憨祭祠连忙回头解释, 小师弟你可别听那凡人惊服说, 我们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秦爵见这憨憨这么在乎自己气也自然就消了, 师兄我有点饿了, 我们能吃饭吗, 憨憨祭祠见秦爵不生自己气便开心地去端菜了, 2.5秒后, 将香喷喷的菜肴端上桌后二人便落座, 祭祠好奇地问秦爵, 你不是说一件就能解决对手吗, 怎么猜回来, 秦爵眉头一挤, 被韩生叫了过去耽误了一会, 文言祭祠想到呆毛系统说的, 这几个变态还有掌门都对秦爵无谋不轨, 他紧张地握住秦爵的手, 韩生他没有为难你吧, 秦爵有些欲言又止, 没有, 只是他, 秦爵想着还不清楚韩生他们是否对祭祠下手, 还是先不告诉他了, 于是谎称韩生得了好茶让自己过去喝了几杯顺便闲聊了几句, 祭祠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吃饭吃饭, 随后便加起一块肉放到秦爵碗里, 秦爵盯着憨憨的祭祠严肃地说, 师兄你记住, 这阵子尽量低调行事, 不要去招惹几位长老, 知道了吗, 这话一出, 祭祠想到自己已经让说书先生给孤红这老碧灯准备了个大大的惊喜, 他一下子冒出一身冷汗, 不知情的情觉看一脸凝重的祭祠, 怎么了, 这很困难吗, 祭祠故装镇定地说, 不困难, 我知道了, 来吃饭吃饭, 心里却想着, 完了完了, 小师弟怎么不早说呀, 这下完蛋了, 三日后出事结束, 圣元大典的演讲台上, 裁判发出洪亮的声音, 圣元大典第一轮比赛到此为止, 让我们欢迎张绍远先生上台说书, 下面则为满了参赛选手, 只见一袭长衣的张绍远上台拱手, 多谢各位捧场, 多谢, 而台下的憨憨祭祠则吓得瑟瑟发抖, 完了, 这下该怎么办, 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勾当开始了, 就在刚刚圣元大典出事结束后, 一年一度的说书环节开始, 做了坏事的憨憨祭祠在底下紧张了起来, 此时台上的张绍远还给台下的憨憨祭祠比了个手势, 让原本就紧张的祭祠吓得邓紧张了, 这个猪队友这会打什么手势, 要是让孤红这老碧灯知道这件事是我干的我就完了, 一旁情觉瞥了一眼瑟瑟发抖的祭祠, 心里想着, 我怎么感觉他像是在逃避什么, 他不是很期待说书的节目吗, 说书那时快, 张绍远一拍响目, 全场寂静, 他的声音非常大, 应当是有些修为, 能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话说这南面大陆上, 有一处水箱, 水箱富饶, 玉玉出的仙门也分外富有, 实力强劲, 为世人所称道, 但就是这样一出仙门却并不太平, 这话一出台下的观众开始焦头接耳了起来, 今年的书怎么跟往年不一样, 你管那些干什么, 热闹就行了呗, 紧张的憨憨计次连忙连线呆毛系统, 系统大大, 你有办法让他现在闭嘴吗, 兵, 这是你推进的剧情我没有权限干预, 而此时张绍远接着说, 这仙门内有一长老名曰飞红, 此人傲慢自私, 以一己之力拉帮结派, 无恶不作, 这开头一出, 众人渐渐扎默出什么, 飞红, 孤红, 这说的不就是孤红长老, 而高台之上的孤红长老, 早在听到一半的时候, 就直接黑了脸, 张绍远刚要继续说这飞红长老, 还没说完就被高台之上的孤红打断, 够了,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张绍远抬头望着高台之上, 不知方才是台上哪位长老说话, 若有问题可否下来详谈, 只见孤红纵身一跃便来到张绍远跟前, 把台下的祭祀都快吓哭了, 完了孤红下来对质了, 张先生你可千万别不讲武德把我供出去啊, 此时孤红恶狠狠地盯着张绍远, 张先生, 你编排故事寒沙摄影辱没我三清道宗, 到底是何居心, 此话一出, 张绍远故装慌神, 他连忙说先长误会了, 这故事是我师父传下来的, 与三清道宗并无瓜葛, 孤红见张绍远慌神便摆起长老的架子训斥, 无关, 那你不觉得这个故事未免有些太巧了吗, 张绍远恭敬地鞠了一躬, 请先长不了动气, 我只是担心大家听腻了之前的故事才拿出来说的, 绝无冒犯之意, 此时台上的九重天掌门站起来劝说, 罢了孤红兄, 一个故事而已不必太过认真, 让这位先生换个故事就是了, 孤红就是心里再不舒服, 此刻也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 随后便转身飞回台上, 此时台下的祭祠这才松了一口气, 幸好这个张先生有职业操守, 吓死宝宝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夜里, 秦爵讯问起了一旁忙着整理床铺的憨憨祭祠, 师兄, 今日说书先生说的那个故事是你, 话还没说完, 心虚的祭祠连忙开口, 小师弟, 那个, 床我铺好了, 你快休息吧, 我先回房间了, 随后一溜烟的就跑了, 情绝一阵无语, 出来后祭祠这才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小师弟没有跟过来, 就在此时, 突然一只手拍在祭祠的肩膀上, 把憨憨祭祠吓得魂都没了, 来人正式说书先生张绍远, 没有一点情伤的憨憨祭祠又又又将小师弟的醋坛子踢翻了, 就在刚刚, 憨憨祭祠刚要回自己住宿之时, 突然窜出来的张绍远把胆小的憨憨魂都吓没了, 张绍远很淡定, 晚上好呀祭祥有, 祭祠见识张绍远脸更加凝重, 他小声说道, 张先生你怎么来了, 于是连忙小心翼翼地推着张绍远, 走去院外说, 两秒半后, 两人来到院外, 张绍远便直接开口, 小仙长, 我回去想了想, 你找我办这样的大事让我直接跟孤红对上, 一块零食还是不够, 祭祠都惊呆了, 你之前不是说是为了天下大意吗, 心里却想着, 你马这么往过来就是为了这个, 张先生面不改色, 我可没有这么说过, 我是个俗人, 就喜欢钱, 没钱的事情我不干, 文言祭祠无语, 这家伙怕是个奸商啊, 于是祭祠无奈地把所有家当都掏了出来, 不小心还掉了一个, 张绍远看着掉落的零食露出奇怪的表情, 他蹲下捡起那块零食, 奇怪, 怎么这块也有, 祭祠先是好奇, 然后紧张, 有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这块不行, 这是别人托我交给小师弟的, 张绍远眉里这憨憨祭祠, 他一直盯着那块零食, 这块零食跟你上次给我的可是出自同一人手柄, 这话一出祭祠惊呆了, 你怎么知道的, 只见张绍远将一股灵力注入零食中, 然后渐渐浮出一条虫子来, 祭祠愣住了, 我靠, 虫子, 这石头里怎么会有虫子, 张绍远严肃地说, 这不是普通的虫子, 而是蛊虫, 不过这只应该不是对你吓的, 所以还没孵化, 但你之前给我那块已经孵化了, 再等七日那虫子就会偷偷稀释你的精血让你流血而亡, 话音一落, 祭祠吓得冷汗直冒, 心里已经问候这老碧灯全家一万多遍了, 咕咕这个老碧灯,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随后便问张绍远这块零食要怎么办, 张绍远则很淡定, 一副高人风范, 先帮你收着了, 当初你把那零食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忙我帮定了, 祭祠收敛了玩闹的神色, 郑重道, 那就多谢你了, 张绍远却不在意, 他有意地将手搭在祭祠的肩膀上, 道宗那几个长老我看面相就知道是道貌爱然之本, 不可深交, 还有, 他将脸靠近祭祠的脸小声说道, 还有就是, 后面站着的那个好像是你师弟, 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 你耗子未知, 然后不讲武德的张绍远就很没意气地溜走了, 留下一脸心虚的祭祠, 秦爵因着脸喊, 师兄, 憨憨祭祠立马换上笑嘻嘻的脸, 心虚地凑过去, 师弟你还没睡啊, 秦爵冷冷地盯着祭祠, 解释吧, 你跟这个说书先生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祭祠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然后不装委屈, 乌红之前那么对我, 我心里有气但又不能正面跟他对上, 就只能用这个法子, 闻言秦爵脑了, 胡闹, 你有没有想过, 这件事暴露之后, 乌红会如何对你, 祭祠赶忙拉住秦爵的手撒娇, 你不说出去不就没人知道了吗, 见祭祠如此撒娇秦爵气也就消了不少, 那个说书先生吗, 你能保证他会守口如瓶吗, 祭祠试图狡辩, 他不是那种人, 这话一出直接把秦爵的醋坛子踢翻了, 秦爵抽走被祭祠拉住的手, 声音极冷, 是不是在你眼里, 谁都是好人, 随后便转身回房, 留下着没有情伤的憨憨祭祠还在想, 小师弟这是怎么了, 他怎么这么生气, 安憨祭祠竟对自己的小师弟耍起了小脾气, 就在刚刚, 秦爵看见憨憨祭祠和张绍远在私会, 于是他酸溜溜地转身便要走, 没有情伤的憨憨祭祠却不知小师弟为何生气, 虽然他没有情伤, 但是他知道积极承认错误还是好孩子的道理, 便上前拉住要走的秦爵并心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称自己欠考虑了, 随后他犹豫了一回, 但是, 其实这也不是件坏事, 毕竟我也因为这件事把孤红给我们的灵石处理掉了呀, 秦爵疑惑, 我们, 祭祠凑过去搭着秦爵的肩膀小声说着, 之前孤红让我将一块灵石转交给你, 我忘了给你一直戴在身上, 幸好蛊虫一直没孵化, 不然就完了, 听到这话秦爵更怒了, 他推开祭祠的手, 这件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明明警告过你, 不能拿他的东西, 没有情伤的憨憨被小师弟凶的也有些恼怒了, 你跟我吼什么, 都说了我忘了, 再说我哪知道里面有蛊虫啊, 你不去找孤红长老理论跟我生什么气啊, 再说人家张先生好心帮忙你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他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觉得自己好像有道理, 想着想着他自个火气就上来了, 还有, 你明知道蛊虫危险, 不关心我身体如何, 你上来就数了我, 有你这么当师弟的吗, 把秦爵对得哑口无言, 随后憨憨祭祠转身就走, 哼, 不跟你说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留下一脸猛的秦爵, 怎么莫名其妙成了我的不是了, 四日清晨, 一大早就晨练完的秦爵便来到祭祠房间门口, 刚起床的祭祠出来伸了个懒腰, 秦爵笑着打招呼, 师兄, 早上好, 结果还没消气的憨憨看都没看他, 故装没听到转身就走, 秦爵不理解师兄为何过了一夜了还在闹脾气, 画面一转, 祭祠来到厨房准备做饭, 这时头上的呆毛系统出来说话了, 叮, 差不多得了, 小师弟不就是说了你几句吗, 而且人家刚才都跟你打招呼了, 谁让他莫名其妙冲我大吼大叫的, 当我没有脾气的吗, 带毛系统提醒, 叮, 你别忘了, 你的任务可是要抱他大腿啊, 你把小师弟得罪了能有什么好处, 听到这话祭祠瞬间惊醒, 对啊, 我光顾着生气差点都忘了正事了, 怎么办怎么办, 就在这时, 秦爵在后面像个乖宝宝一样轻轻地问, 师兄需要我帮忙吗, 祭祠暗想台阶这不就来了吗, 于是立马换上笑嘻嘻的脸迎了上去, 这便连比翻书还快, 小师弟, 你什么时候醒的呀, 我早就醒了刚刚还在院子里跟你打招呼呢, 祭祠装傻而后转移话题, 我刚刚没注意到, 来你帮我把葱切一下, 我出去打点水, 随后便喜滋滋地去干活了, 太好了小师弟不生气, 欧夜, 但就在出门之时却撞见一脸阴沉的孤红, 心里暗想完了, 老逼灯怎么这回来了, 孤红长老名怎么来了, 孤红二话没说上来就抓住祭祠的衣领, 少废话, 我问你, 昨天的事是你搞的鬼吧, 这小没良心的, 晚上不给你做好吃的了, 就在刚刚, 憨憨祭祠转脚就遇到一脸阴沉的孤红老逼灯, 老逼灯一上来就抓住祭祠的衣领逼问昨天的事情是不是他干的, 这种事情憨憨祭祠怎能承认呢, 长老您误会了, 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呢, 心里想着这下完了, 他看起来很生气, 我要怎么做才能骗过他呢, 就在此时秦爵走了出来, 师兄水打好了吗, 孤红见秦爵出来立马松开抓住祭祠的手, 并表现出长老的风范, 秦爵疑惑, 孤红长老您怎么来了, 孤红则说自己刚好路过来看看, 顺便有点事情想问问祭祠, 而这时祭祠突然眼前一亮, 有办法了, 他连忙拉住孤红的手笑嘻嘻地说, 原来长老是来找我的, 有什么话进屋说吧, 我刚做好的早饭, 师弟, 能帮我把厨房里的菜都端上来吗, 听他的话秦爵先是一愣, 随后迅速反应过来, 微笑着点头说好, 而孤红被突然这么热情的祭祠搞得一脸猛, 这个祭祠明知道我是来问责的, 怎么忽然这么热情, 随后秦爵便把刚做好还没来得及吃的菜全部端了出来, 祭祠便半拉半扯着孤红坐在椅子上, 醋王秦爵看着祭祠热情地给孤红盛汤, 心里想着他到底想干什么, 把孤红叫进来吃饭就算了, 还这么热情地给他盛汤, 孤红看着热情的祭祠冷冷地说道, 不是献殷勤, 为何要留我吃饭? 祭祠连忙说, 其实弟子一直想抽出时间去找您道歉, 弟子最近一直在反省, 觉得您说得对了, 我身为大师兄确实不应该带着小师弟私自下山, 随后把汤端到孤红面前, 上次是长老罚的我, 这次我主动赔罪, 这顿饭算是弟子的小小心翼, 还请您不要跟弟子多计较, 孤红语气依然冷淡, 那昨天说书先生的事你要做何解释呢? 祭祠则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起这个我就生气, 那个说书的真没眼力, 怎么能为博眼球故意编排这么有奇异的故事呢? 孤红疑惑地看着他, 这件事当真与你无关吗? 此时一旁的秦爵连忙帮腔道, 长老, 师兄这些天一直与我在一起,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孤红见秦爵这么说也只好相信了, 心里暗想着, 难道真是自己想错了这件事真跟祭祠没有关系? 听到这话祭祠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还是小师弟给力啊, 比那个张先生靠谱多了, 随后他热情的过分, 拿了双筷子替孤红长老不起了菜, 来来, 长老吃这个, 这个好吃, 经过祭祠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 孤红也只好拿起筷子, 说起来他这次出来确实没来得及吃早饭, 原本是想来找祭祠算账的, 但是看着祭祠这一脸热情的样子, 只好拿起碗干饭了, 3600秒后, 吃饱了的孤红起身, 你二人不可懈怠, 明白吗? 师兄弟二人格外默契地表示明白, 随后孤红便转身离开, 见孤红走后祭祠整个人都软了下来, 太好了, 终于故弄过去了, 我还以为死定了呢, 醋亡秦爵冷冷地看着祭祠, 你还知道害怕吗? 下次再做这样的事, 我可不帮你, 话落憨憨祭祠立马委屈了起来, 你那是跟师兄说话的态度吗? 昨天晚上你吼我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秦爵无奈地将手放在桌子上, 随便你, 我要继续去练剑, 随后便转身离开, 留下气鼓鼓的祭祠, 小没良心的, 晚上不给你做好吃的, 练剑的祭祠差点没把私修院的大弟子气死, 就在刚刚, 醋亡秦爵被祭祠气得转身就走, 而没有情伤的祭祠也耍起了小脾气, 随后这憨憨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小过分, 毕竟自己的任务可是要抱紧小师弟大腿的, 于是便收拾了碗筷就追了出来, 出来后小师弟已然不见了, 就当祭祠想着一会怎么哄小师弟之时, 突然闻到一阵从远处飘来的香味, 便纵身一跃跳上房顶, 从远处看去他瞬间眼前一亮, 馋的祭祠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哇, 居然是烤肉, 太香了, 就在此时, 路过的同门师弟见祭祠一人在屋顶望着什么, 便好奇地问, 大师兄, 你蹲在那做什么? 祭祠见是善宅他们, 于是便招手让他们也上来, 他指着远处, 你们看那边是西北烧烤, 闻着就像, 二师弟善宅一户不知西北烧烤是什么东东, 祭祠惊讶, 不是吧, 你们没吃过呀, 因为我们几个都出身江南, 平日里都是吃些酒酿小原子和蟹黄面之类的, 祭祠同情道, 那也太可怜了, 你们居然连顿烧烤都没吃过, 随后笑眯眯地说, 这样吧, 明天晚上我做东请你们吃一顿怎么样, 善宅却不敢, 可是, 有什么事我扛着就是了, 这寒寒见到好吃的已经完全忘记了前不久刚被几个老碧灯罚贵之事, 于是他们就一拍几盒说干就干, 闻居时, 他们就偷偷地来到这繁华的街道, 祭祠啃着烤肉问他们, 怎么样, 这西北烧烤不错吧, 几个师弟都纷纷说好吃, 就在他们吃着正香之时, 忽然传来一声阴阳怪调之声, 哟, 这就是第一线门的弟子吗, 只见几个青年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带头的开口, 修炼如此松懈备懒, 看来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祭祠好奇地问一旁的善宅, 这些人什么来路啊, 感觉好拽的样子, 善宅连忙说, 他们是私修院的, 全宗门都是扶修, 也是来参赛的, 带头之人便是私修院大弟子球川, 祭祠闻言疑惑, 私修院, 没听过呀, 该不会是什么野鸡门派吧, 此话一出对面的带头青年球川立马怒了, 持剑指着祭祠, 放肆, 你竟敢口出会语如我私修院之名, 祭祠则不在意, 我想起来了你们就是那个既修仙又入室的宗门对吧, 球川脸上露出刻薄的笑容, 实话告诉你, 我大师兄如今已是大量的补之臣, 识相的话赶紧磕头道歉, 今日你口出已与我可以不追究, 闻言祭祠没忍住笑了起来, 你师兄不会就是那个满口知乎者也, 偶尔耍点戏弄人的仙法, 干啥啥不行的求得心吧, 随后不在意的将考串往嘴里炫, 将在场众人披了个七昏八素, 球川更是直接黑了脸, 住口,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如我师兄, 这时一旁不甘示弱的善宅站出来, 放肆, 我大师兄可是大量王室的皇长子, 你怎么敢这么跟他说话, 这话一出全场都惊了, 包括祭祠滚人也惊呆在原地, 球川指着祭祠一脸不敢相信, 哈, 皇长子, 自修院的大弟子球川竟用脸去打憨憨祭祠的手, 就在刚刚, 憨憨祭祠的师弟善宅道出自己低调隐藏的皇长子身份, 把当场所有之人都惊呆在原地, 祭祠数落着善宅, 善师弟, 早就告诉过你不要随意暴露我的身份, 我们修行之人, 最重要的就是低调, 善宅尴尬地挠了挠头, 对不起师兄, 我看他们太嚣张了所以, 是我唐突了, 而对面的球川依然恶狠狠地盯着祭祠, 就算你是皇长子, 也不该口出胡言, 听这话祭祠继续正义凛然地对道, 我可没有胡言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要说你们私修院的管理模式真是奇葩, 你要修炼就好好修, 还搞什么入室, 入室正常走科举的道入室就算了, 你们偏不是, 靠着掌门盖戳的一张举荐信, 放肆往官府里放人, 你这让普通老百姓怎么办了, 他们辛辛苦苦考的功名, 临上岸石一瞧, 哎呦呦, 我的官职没了, 这可怎么办了, 对面的裘川差点没被祭祠这番话气死, 你少血口喷人, 此则一脸见兮兮的模样, 天地良心, 我可没有乱说, 这都是事实好吧, 说得私修院的弟子气急败坏, 个个都想冲过去跳起来打祭祠的膝盖, 裘师兄, 让我给他点颜色瞧瞧, 裘川拦住要上前揍祭祠的众弟子, 且慢, 此人毕竟是道宗子弟, 让我来, 你这无理之徒, 敢不敢与我一较高下, 祭祠眼神兴奇地看向裘川, 你确定要和我, 这没有一点眼力尽的竟然敢跟我挂哥打架, 裘川眉宇间揭示力气, 怕了,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祭祠又没忍住再次笑了出来, 不是, 我怕你被我打得趴在地上哭电喊娘, 再回去跟你们家长告状, 那不是太丢人了吗, 我一言裘川黑着一张脸二话不说提着剑酒冲了过来, 祭祠看前面冲过来的这个明显腿短气息之人, 他觉得自己没必要因为这个菜鸟出动自己的哲柳剑老婆, 没错, 经过前几次哲柳剑的表现祭祠喜欢的不行, 是拿哲柳当老婆对待的, 此刻哲柳还在泡温泉呢, 于是他善后一仰, 腰部极其柔韧地塌下去, 避过了这一剑, 随后脚步轻巧地向侧边一躲, 裘川正处于圣怒当中, 每出一招都被裹着极大的力气, 完全没有收手, 祭祠甚至连手都没有用上, 脚步往后方一推再退, 便算是在过招了, 裘川果然被惹怒, 唠肿, 连正面迎敌都不敢吗, 祭祠诧异得一挑眉, 大哥, 不是吧, 你让我空手接白刃啊, 你怎么是这种小人呢, 裘川继续逼近祭祠, 少废话看见, 祭祠极其迅捷地转身往侧前方走去, 经过树底下时随手捡了根树枝当作武器, 这树枝还算厚实的, 裘川攻上来的时候正好能挡上一击, 这树枝在挂哥祭祠手中, 竟然发出了足矣和零件匹敌的力量, 当了一声, 二者相撞之后, 裘川赶到手腕一麻, 直接震退裘川, 被震退的裘川吃惊, 怎么可能, 他居然用一根这么细的树枝就挡住了我的全力一击, 祭祠择了一声, 你已经出两招了, 接下来该我了。